人天天熬夜加班 却意外穿越到另一个小姐 醒来发现自己是尚书嫡小姐 本以为终于摆脱设处的悲惨日子 直到婢女们给她端上完放后 洗完的门乱了 一下碎了的稀巴烂 园主虽是尚书大人的袁佩所生 但袁佩没当个两年就去设计 既是进门后 她自然没什么好果子吃 表面是个嫡叔大小子 私下连婢女都能欺负她 待她熬到18岁的时候 那位面善心狠的妓女 终于要帮她打开出去 给了三个代价名单 让她选 一位是湘府树子 门帝虽然高 但堂堂尚书嫡小姐 嫁给树子 又被全精成孝洗 另一位是公祖狄次子 门帝也高 但小千万是一大堆 嫁她会有戴不完的帽子 最后就胜这位是 富可敌国的远男猴 她家的嫡长子宗赵 八年前就在战场失踪 宗赵失踪前 无妻无妾 只有一个儿子 今年刚八岁 原称小魔王 老侯爷前段 收到她托梦 想结一门亲事 这才张罗者 要给娶个媳妇妇 许婉思考了一天 果断选择了猴府 老公没了 银子随便花 还没逼你欺负我 至于那个妓子 一个八岁的小娃娃罢了 西郎官都洗了 谁会来跟我拜堂 不会是跟个牌位吧 牌位也行 反正盖着红盖头 只要我不觉得尴尬 尴尬的就是猴府 竟然是跟直鸡拜堂 猴府是怎么想的 公鸡被称公子换走了 这是织母鸡 哈哈笑起 猴府是疯了吗 让新娘子跟织母鸡拜堂 真是天下奇闻 完了完了 以后一年百姓都笑不完了 没关系 好日子不是谁都能过上的 有得必有失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忍一时风平浪静 忍一时花好月圆 就算舒忍不了 神也得跟着忍忍 猴府到底还是个大福利 除了这个时候 管家很快将那只 快要下蛋的笔记 换了只新的大公鸡 一败天地 大公鸡身上有鞭炮 完了 又是成公子干的 徐婉揪下带头 愤怒地朝外看去 一眼看见一个 身穿锦衣华服的小男孩 他长得漂亮又精致 看起来很是乖巧 应该不是他吧 但很快 徐婉看见小男孩 嘚瑟地朝他扮了个鬼脸 然后跑了 就是这个小哒哒哒的 什么为了好日子忍气吞声 什么进了猴府就都解脱了 什么八岁的小孩子都是小天使 小哒哒哒的 老娘今天非要打洗你不可 快快快拦住夫人 快抱呼啸拱字 慢一点 来参加婚宴的人 纷纷朝外面跑 生怕被波及无辜 猴府的婚礼 瞬间鸡飞狗跳 一场喜事 也变成了圣经城的笑谈 松手 不松 我今天就算自损一千 也要折你八百 放开我 我可是小侯爷的儿子 我还是小侯爷 新过门的媳妇呢 论辈分 你还得叫我一生母亲 我才不叫 你这个哒哒哒的 还敢骂我 你头发别想要了 啊 老侯爷道 老夫人道 都站着干什么 还不快将他们两人拉抬 老侯爷一声令下 其他人这才带着胆子 上前拉架 宗景城率先就松开了 在逃出徐婉魔爪后 又嘚瑟地朝他吐了吐舌头 徐婉也不甘示弱地怒动着他 两人之间剑拔弩张 婉儿 新婚当日便弄出了这般笑话 让你受委屈了 最终还是老夫人出来打圆场 徐婉下意识想说声没有 但仔细一想 哪里没有 她又大发了好骂 还没等她张嘴 老夫人便从自己手腕 沾下一个玉镯 顺利地套在她的手腕上 主母 这可是你最喜欢的手镯 小魔王难以置信地盯着徐婉 想起脑海里 有人跟她说过的话 只要继母嫁继来 你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徐婉也意识到手镯的珍贵 还没等她拒绝 就见老夫人从袖中掏出了管家钥匙 这东西她在尚书府店过 自家那个妓女可是熬了整整十年 才从她祖母手里把管家钥匙拿过来 我一个刚刚嫁来的新娘子 喜福都还没换下 就能拿到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管家钥匙吗 祖母 你怎么可以给她 这管家钥匙就是给二房的红姨娘 也不能给她 老侯爷只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八年前那场大战 让他的长子踪胀失踪 四子宗宴更是直接战洗沙场 老二洗钱并未成亲 但今年才被发现 他有个外事和一个儿子 未成亲先有外事和私生子 本是丑事 但人都洗了 老侯爷满心满眼都是 自己二儿子有后的消息 赶紧命人将孩子接回府中 上了宗碟 锦承 你祖父老了 这个家将来还是要靠你和你父亲 赵儿如今生喜不明 你也需要一位母亲照顾 待将来你成人 咱们侯府的爵位 还是要传给你的不是 可我不需要母亲 我还不想要你这个儿子呢 从现在起 你便是我侯府名媒正取的侯府夫人 这府中人的衣食住行 吃穿用度 都由你来掌管 我没有管家的经验 学学就有了 很容易上手 真的吗 你没骗我 自然是真的 许婉思索了几秒 觉得这差事能接 毕竟是侯府 大富大贵人家 管家以后 他的日子肯定能过得爽歪歪 好 那我就是 不对 还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 没有附加条件了 只要你把整个府里的人照顾好 我们没别的要求 整个府里 许婉轻念着这句话 一转头就看见了 不服气的魂想 正等他 许婉当即大悟 不会还有他吧 锦承这孩子很乖 也很聪明 只要你细心教导 我们相信 他将来必然能高中一家 许婉内心崩溃 不仅要照顾好小魔王 还要帮小魔王高中一家 一家 三年一次科剧考试中的前三年 宗锦承这小魔王 怕是连个秀才都考不上 老夫人请冷静 这要是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无才无能 管不了整个侯府 更无法承担教育孩子中一甲的重担 开玩笑 这混是魔王的学习重担 不该给夫子杯吗 关我一个闲鱼继母什么事 是啊 珠穆 我也觉得不用他管 我自立能力可强啊 哪用得着他教我 他看起来才像没读过书的 许婉差点脱口而出 我读过的书比你吃过的严都多 但这么一说就推不掉这颗蛋了 我跟侯爷商量一下 每月给你的阅历银 从一百两调到三百两 许婉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园主藏了十几年的私房钱 都没有藏到一两银子 锦承若是能中三甲 我跟侯爷便再送你五万两 若是能中一甲 那就改为十万两 老夫人讲完 整个人笑盈盈地看着他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十万两 仿佛十两那么随意 主母 您是要把整个侯府都送给他吗 许婉 你要知道 你出息了 整个侯府都能跟着沾光 届时 我们也放心 将整个侯府交给你 不是吗 这是对 但就是感觉哪里不对劲 许婉一下就懂了 老夫人这是同时 给两个人画大理 目的就是为了他俩拥有同一个目标 他为钱 他为权 徐婉拿着管家钥匙 故意在小魔王眼前晃了一举 收到魂小子气鼓鼓的眼神后 这才恭敬他 多谢母亲 儿媳领命 那个继母新婚当天 被继子连下了两个马位 书和审都忍不了 徐婉也忍不了 小哒哒哒的 老娘今天非要打醒也不可 本以为侯府夫人当不了 谁料宫婆反而把小魔王调掉问题 可整个侯府都交给他 为了让他这个继母 放开手整至熊海的 老侯爷和老夫人交代一切后 便说去别庄游玩 想想价值一天价奖金 徐婉决定不当嫌疑进入了 他必须让混是小魔王高中一家 正月初一 小公子与人坐船游壶 花去三百两 其中吃饭听取五十两 最后看船好看顺手买了下来 花了二百五十两 正月初二 小公子与人出去放鞭炮 正在说话的是翠芝 生母是老夫人身边的陪嫁丫头 旁边的是翠柳 沿杨侯府的兵与高手 老夫人留给徐婉的近身侍女 听着宗景城房里的账目 徐婉越听越麻木 那混小子每天都要有上百两的支出 对比他内不到一两次房钱 简直是败家子中的战斗机 直到念叨初七后 忽然没什么 没事你继续说 今日便是正月初八 小公子没出门 天天在外面胡混乱花 好不容易待家一天 就为了给他下个马威 让他这个倒霉新娘子 盖头被炸了 一想起这事 徐婉的怒气蹭蹭上身 这臭小子 现在人在哪 老夫人走之前 有没有惩罚他 老夫人向来不舍地罚小公子 所以小公子这会儿 还好好的在院子里待着 去 把宗景城叫来 是 翠枝换人去请小公子 徐婉则想着 要如何教育小木王 他记得老侯爷说这混小子 都一个月没进过书房了 而且混小子目前 对他的离意还很 根本不会听他的安排 没多久 小丫头脸色难看地回来 小公子不愿意过来 他要准备出去玩 今晚就不打算回府住了 还说 还说你要是一日不离开侯府 他就一日不到主院来 夫人 要不要把小公子强行绑回来 还能这样 老夫人走之前 没有交代过 不能伤害他这类的话 老夫人说认打认骂 让夫人看着来 老夫人竟然这么开明 老夫人的老侯爷 对小公子一直很丑爱 从小到大别说打骂 就连训斥都没有过 小公子天生一副 讨人喜欢的笑面 更是让人笑不去手 但是小公子越长大 越发过分 老夫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正才请夫人帮忙教导 许婉嘴角抽搐 心道也是 亲祖父祖母都不舍得打 也就他这敬母 好意思下得去手了 出去玩是吗 小混蛋 你不是横吗 老娘就要让你明白 你横的资本 都是谁给你的 那就停了他的所有花销 断了他的银子来源 让他没地方吃 没地方住 没地方胡混乱造 只能乖乖回府来 而在外面的小魔王 正朝他的玩伴们 豪爽自信地拍着胸 随便吃 随便喝 今日佛有的花香 都有我宗公子包了 宗公子侯妻 锦承就是我最好的兄弟 锦承豪爽 宗锦承听着众人的恭维 在侯府的不开心 才逐渐压了下去 外面就是比侯府舒坦 结果结账的时候 侯府的管家突然来了 把仆人身上的银子 全部拿走 连结账的银子都没付 一旁商户用讨债的眼神 看着他 刘管家 你什么意思 锦承要请今日的账 这刘管家是什么意思 想临时赖赵吗 刘管家 把账结了 对不起 小公子 夫人有令 要停掉您的一切开销 请公子与老奴回府吧 呦 原来是被你那个继母 给管住了 锦承 你这回可碰上厉害人物了 你继母直接 骑在你头上撒尿呢 玩个玩咯 侯府小公子想赖赵呢 不就是想让我回侯府 听他训话吗 行 我回去就是了 你快把账先结了 对不起 小公子 小人 不能违抗主母的命运 这账 不能替您结 老夫人出门前 特意叮嘱了 现在侯府的当家主母 就是许婉 她只能听许婉了 你 宗锦承也算体会到 自己被人气到的感觉 她知道 刘管家今天这账 她是不会给付了 小魔王直接将腰上的玉佩 摘下来 给了老板 然后气冲冲地走了 其他小公子们 跟着幸灾乐祸 嘴里还在讨论 宗锦承以后 没好日子过 侯府里 许婉笑得花枝乱颤 满院子前后 五六个丫鬟伺候着她 桌上摆着各种 好吃好喝的 宗锦承想想自己 刚当的窘境 这样一对笔 更生气了 她发誓 她这辈子 就没丢过那么大的脸 把银子还我 你这么生气 做什么 一顿饭钱而已 你就算一时没有 你那帮朋友 没帮你付吗 我记得账目上所记 你可是没少请他们 如今让他们回请一顿 又有什么问题 别在这装无辜 他们是没帮我付 但也是因为今日 我说好了要请他们 或不是你派刘管家拦着 我何至于丢了这么大的脸 或是被人传出去 还以为我们侯府多么抠门 说话不犯覆 我嘱咐 诸母一辈子的好名声 差点被你给毁了 则 你小子这么会扣大帽子啊 还钱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晚了 我的出假日都还没结束 你害我丢了面子 井水已经犯了河水 无法收场 不可原谅 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你应该清楚 老夫人跟我说话时 可没背着你 你配合我好好读书 待你高中一家 你当你的小猴也长家长权 我拿钱走人 我们各取所需 我不喜欢读书 也不会去考什么科举 你跟祖母的约定 我绝不配合 那可由不得你 刘管家 去把小公子房里贵重的东西 都收好 免得他再把府里的好东西给抵出去 三千两的玉佩呀 就拿出抵了一顿饭钱 浪费呀浪费 是 刘管家 你疯了吗 我才是侯府的小少爷 你竟然听这个女人的话来欺负我 我要写信给祖母 领命的刘管家 投影的相提 这个不能搬 这是我最喜欢的躺椅 这个枕头不行 你拿走了我整什么 鞋 鞋 我难不成 还能穷到去卖鞋吗 混账东西 见人下菜 吃里爬外 王本公子 以前对你们那么好 徐婉过来 叫他用晚饭的时候 看到整个屋子被洗劫一空 蜻蜓的令人咋舍 徐婉也没想到 刘管家做事这么干脆 还真按他说的 把之前的都搬走了 宗景成骂累了 他现在好饿 好想大吃大喝一顿 一阵香味传来 小魔王就见翠之端着一个餐盘 上面摆了两个香喷喷的大鸡腿 景成小公子 喊累了吧 吃点东西 小魔王平时是个很注意餐桌礼仪的人 但今天气喊了也累了 连手都没洗 直接徒手抓着鸡腿就看过 翠之从小看着他长大 还是头一次看见小公子吃别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 被小魔王发现后 本很瞪了眼 这小子 现在是把整个猴府 都当成了许晚的人 饭菜都在大堂 你若还想吃别的 过去随意吃 以后一日三生 都在那边用饭 厨房做什么就吃什么 不能挑食 否则 你就自己解决吃喝 许晚说话不紧不慢 看似没有威胁 实则把规矩都定得好好的 宗景成骄纵 难伺候 当然也挑食 但眼下在许晚手里 他孤立无援 硬碰硬 只会让自己连饭都没得吃 知道了 一日 宗景成呢 那小子有好好去大堂吃饭吗 有 小公子特别听话的去了 还是夫人有办法 从前老夫人 怎么叫小公子都不去 翠芝的夸奖 听个人很受用 但许晚却觉得 怎么都不对劲 翠柳 去查查宗景成起床后 都去了哪里 见了什么人 干了什么事 回来事无巨细地报给我 是 夫人是担心 小公子想什么坏点子吗 那小子机灵着呢 以前对付祖父祖母 只要撒娇哭闹就好了 现在换成我这个陌生继母 只怕会激起他心底的另一种恶 另一种恶 翠之不解 他觉得这个词有点严重 自家小公子虽然顽劣 但心性单纯 不会有害人之心 不多时 翠柳进来汇报 小公子沉实起床 醒来以后就用饭 用完饭就去了马场 这期间 没有接触过他越迈的任何人 不在府里 他现在身无分文 想从我手里 要钱很难 只有我离开侯府 他才能回到以前在侯府的地位 或者 我主动放弃管家权 主动求祖母回来支持 他才有机会 求着祖母 取消这无聊的教导计划 徐婉刚想到第二种可能是 外面就涌进来几个婢女 这鸡忙慌的汇报 夫人 二房的红姨娘有东西丢失了 说是二爷生前送给她的 夫人 后院出事了 有两个丫头在换衣房打起来了 夫人 先招进府的丫头们聚重完了 将火房给烧着了 果然来了呀 翠柳 先带人去火房救火 是 翠柳在后面暗暗对新夫人的反应差异 遇到这么多事还能冷静自处 据说新夫人今年也才18岁 夫人 我们这边的事情也要紧 怎么都派人去那别灭火了 不灭火还等着把整个侯府烧煤吗 翠柳 把他们两个先压起来 等候发落 是 夫人为何关押我们 我们是来报信的 合错之友 别碰我 我可是小侯爷防利伺候过的丫头 你们要是感动我 老夫人回来不会放过你们的 两个丫头一软衣 软的那个看着蠢 倒是硬的那个最令人忌惮 他这话一出 就连翠枝都往后退了一遍 小侯爷就是府里的唯一禁忌 他的东西 是你 都像宝贝似的被人供着 因为老夫人经常会来赌物私人 我记得母亲说过 夫君房里没有任何事切 通房 她是个什么等级的丫头 小侯爷房里一共两个丫头四号 都是三等 比小丝 掌随的等级低 红勺是在小侯爷失踪后 才被提为二等女士 如今被分去了二房院里做事 红勺听完脸上更得意 小公子承诺过 只要他好好为他做事 就将他从二房院里调出来 做自己院里做一等大丫头 老夫人可是日日都思念小侯爷 若是奴婢受了委屈 老夫人并会伤心难过 红勺的话故意没说完 却明摆着暗示老夫人 会因此收回新夫人的掌家大局 翠枝皱着眉 她知道小侯爷有关的人 有多被老夫人看见 许婉将红勺的趾高气昂 和翠枝的忌惮都看在眼 她自然明白其中的道道 那就送去别庄吧 给老夫人好好地近身赌物 原本低着头的翠枝突然抬头 这一刻她觉得夫人的脸 好像在发光 正得意着的红勺当即变了 她震惊地看着许婉 没想到新夫人会想出 这个办法解决自己 请夫人收回成命 老夫人跟老侯爷 正在外面散心呢 奴婢不敢去打扰 若是因为这是被送去别庄 老夫人定然就知道 我给新夫使绊子 未必会看在小侯爷的份上饶过我 去吧 毕竟老夫人日日都思念小侯爷 离开了你肯定不行 是吧 翠枝 夫人说的是 哦对了 夫君房里还有个丫头 叫什么来着 令如 哦行 一并送去 许婉看着那两个丫头 被送走后准备回院 就见宗景成气呼呼地过来叫住她 喂 喂 你有没有听见我在叫你 这样还没有礼貌好吗 眼前的小家伙 依旧是锦衣华 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充斥着怒气 按身份来说 你该叫我一生母亲 纵使你不喜欢我 也该称呼我一生夫人 而不是畏畏地喊人 更何况 我是你的长辈 咱们两个论起没有礼貌 应当是你更胜一筹 小魔王肚子里本就没多少默食 被他连夸代骂地说了一头 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他是在骂自己 而不是夸人 当即气得脸红不已 你 你太过分了 那可是我爹爹最喜欢的两个侍女 你竟然给送去了别庄 我夫君总共就那两个侍女 若是真那么好早就提了二等丫头 还用等我婆婆来提 你 我爹爹被他们伺候惯了 若是爹爹突然回来 用其他丫头不习惯怎么办 你的意思是 我夫君这八年没他俩就没法过了 那红姨娘房里的东西找到了吗 还有丫头们打架 猴虎从来没发生过这些事 都是你来了以后管家不利造成的 要是你不能把这两件事处理好 说明你根本管不了侯府的家 所以呢 哼 本公子听说你在上侯府没管过家 管不好这卧大的侯府也很正常 这样 只要你说一百句怨夫了 再向我诚恳地忏悔自己的过错 本公子就原谅你之前的所作所为 再去请求主母回来帮你收拾烂摊子 哦 我还以为你想说这家我管不了 要你来管呢 哎 真是令人失望 其他逼你们见小公子赤 一个个疯狂憋笑 宗锦诚被笑得恼羞成梦 你还不赶快见好就说 不然这侯府乱起来 可没法跟我主母交代 小家伙气鼓鼓地说着话 但在许婉眼里特别好笑 跟只笨蛋小青蛙似的 小子 你母亲我呢 这会儿心情还不错 今日我就教教你 不要小看任何人 罗佛的女人 傻子才听你佛教 许婉瞧着她单方面屏蔽众 本事无语 果然塞耳朵这种行为 只有小孩子会做 翠芝 告诉小公子 若是老夫人在府中 这两件事该如何处置 是 你们两个去帮红姨娘找东西 里里外外都查清楚 东西是什么时候丢的 期间都有什么人经过 院里病你们身上是否干净 若是查到哪个手脚不干净的 直接送官 是 你们两个 去将打架的丫头名单列出来 不必打骂 也不用罚阅历 叫人牙子来 把人带走发卖 这种猖狂的婢女 我们侯府可用不起 是 小魔王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那些婢女们的所作所为 都是受她使 然而现在一批要送官 一批要发卖 双双都没有好下场 你们太过分了 他们不过就是打个架而已 为什么要卖掉 宗景成根本不理解 因为在他看来打架 就像吃饭喝水一样 他天天都出去跟人摔跤散 玩得不易乐 从来没有人这样惩罚过他 做这些事是你做的 你仗着侯府的纵容 大可拍拍屁股就走 不用担任何责任 但他们不同 他们没有你的好出身 也没有任何后盾 犯了错就会被侯府赶出去 甚至送官坐牢 无人庇佑 老夫人把你交给我 事不舍得亲自教训你 但也不忍任你继续学坏 所以我想 你也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解 你的祖母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侯府后宅事务 皆由你祖母掌管 家中的规矩 翠之方才的解决办法 都是你祖母定下的 他管家管人 大家只是不跟你计较 并不是傻子 而我更不是 你 徐婉是明摆着告诉 他又跟祖母一样的能 却不会像祖母那样惯着他 刘管家 我看锦城身边的仆人有点多了 从六个捡到一个吧 又是窜多丫头打架 又是丢东西 放火 人力过于充足 徐婉觉得需要再遮遮他的翅膀才行 你 宗景成刚有点羞愧的心思 下一瞬就被徐婉给激怒 虎若平阳被犬欺 可恶 别以为本公子会跟你求饶 但把我虐待惨了 祖母一定跟你换账 咱俩谁也别想好过 哼 祭母刚拿到侯府馆家权 就停掉祭子的花销 又让人搬空祭子的房间 现在还把她的仆人从六个捡到一个 没了银子和仆人撑脸 小魔王的日子苦不堪言 宗景成的进度到哪了 小公子不许读书 到现在还没有把三字经背下 猜过是个小文盲 没想到文盲的这么彻底 寻常孩子七岁起盲 观幻子弟则更早一些 三四岁便起盲 宗景成这小子可真是被溺爱的彻底 对了 二房领回来的那个孩子叫什么 他读书是个什么进度了 那位小公子叫宗维修 从小住在平民窟里 年前被接回府里后才有机会启蒙 不过兄公子聪慧过人 读书又十分刻苦 如今不过半年时间 已经追上世家子弟们的进度了 真是活生生的对比啊 小魔王要是这么令人放心 我得每天早起给他烧三柱高厢 一下午的时间里 许婉就在书房熟悉了 古代孩子的学习知识 到底还是得想办法让宗景成进书房读书 而翠之也在不断接着消息 跟他汇报宗景成的进展 小公子回房后就坐在门槛上发呆 期间锤了门八次 踹了门槛十二次 踢了门口的石子三十三次 他门口哪那么多石子 是一颗花坛里的石头 一颗踢三十三次 小公子让婆媛去解了三十三次 可真是个会折腾人的祖宗 最后小公子在院子玩起了荡秋千 他还会玩秋千这么无聊的活动 小公子不玩秋千 荡秋千的是鸟和猫 城上灌了八个笼子 四个笼子里是鸟 四个笼子里是猫 每只鸟旁边都有一只虎视眈眈的猫 小公子再把秋千荡起来 鸟惊恐地尖叫了一下午 已经有画面了 真是活阎王上线啊 不过忽然放心 这些鸟打小就养在小公子院里 生命力十分顽强 叫了一下午也没一个晕过去的 他就没点别的正经活干了 不读书也不习武 小公子很喜欢习武 仗将定说他还有天赋 若是好好培养 将来必然成为一个出色的武将 但是老夫人一听就变脸了 不许小公子再接触任何武学 远阳猴府祖辈都是武将厨师 这猴爵之位也是祖辈在沙场战场 但八年前内 猴府二子战死 长子说是失踪 但也更多是因为没找到质体 幸好宗赵出征前抱回来了个宗顶者 否则整个远阳猴府都差点绝后 老夫人再怎么强也不过是一个母亲 中年丧子已是痛中之痛 若是孙儿再在将来战洗沙场 那对他恐怕是毁灭性的打击 徐婉很快就想明白了这 也很理解老夫人的做法 那除了习武呢 他可喜欢马球或是赛马之类的 刚才刘管家来报 说李不尚书家的公子 想约他去马球场打球 却被小公子拒绝了 啊 为什么 夫人忘了 您刚刚才把小公子的仆人 从六个人捡到一个 小公子这会儿怕是抹不开面子 不好意思出去玩 小孩子思维 人家在笑话 他也是侯府唯一的嫡孙好吗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要是有他这待遇 我天天自己跑出案都自信 小孩子的想法确实跟大人不同 尤其是小公子从想到大 一帆风顺 从来没吃过苦 很容易就被他人的长相伤害到 我明白 温室里的花朵吗 一日 徐婉在府中收拾打扮一盘 和翠芝准备出门 还没走多远 就听见身后传来小少年的声音 等等 我也要去 翠柳是个职场子 直接拦住他 不留情地拒绝 小公子 这是夫人的回门宴 从来只有跟夫君回去的 哪有带孩子回去的 宗景成还是头一次见翠柳 对他这么不客气 原本想怒声吼不去 但看见徐婉的张颜 立马变了模样 我还不是看你自己回家太可怜 本公子大发慈悲地陪着你回去 你要是知道错了 就把人和东西多还给本公子 本公子也不是不能考虑 给你个台阶下 小家伙的声音越说越小 到后面直接小的听不见了 这显然是底气不足 自己都没有自信 徐婉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 一张小脸白皙漂亮 嘴角不远处 还有个不易察觉的礼物 他又一次理解了 侯府对他这么作弄欲 长这么好看可爱 真的很容易三观跟着五观走 徐婉转过身 他不看到就好了 看不见就不会心软 宗景成好不容易憋了半天的词 没想到他连回都弄回 一张脸瞬间变得五颜六色 他正想吼出声 就听见徐婉说 你若想完便跟来 不过多双筷子的事 上苏府还是不缺你那口饭的 至于想要别的 没可能 小魔王怒火中烧 这个丝毫不留情面的女人 他早晚有一天 要把他狠狠踩在脚下 让他向天大喊 一百声我错了 然而想归下 眼下的宗景成 还是忍辱负重的跟了上去 反正没地方玩 倒不如跟去尚书 看看有什么 能给徐婉捣乱的地方 他不舒坦 他也别想顺着 不愧是尚书府敌长宁 这容貌一点 不比经重第一才女团 侯府敌长虽也出来 难道是他要赔心腹回门 妮子赔回门 虽不合情理 但又好像没毛病 看来侯夫人不止人美 手段也强 看把这妓子收拾收拾的 服服贴贴的 侯夫八道什么呢 要收拾也是本公子收拾他 小公子收拾夫人 他是主打一个子硬吗 你才没教养 你才不懂事 你才惹人讨厌 婉儿 你可算是回来了 母亲早已为你备好了酒席 说话的妇人 可爱可亲的像的菩萨 来人正是她的伪善计 有事 母亲安好 尚书府外围着太多感情 许婉自然也不会 刚出嫁就跟柳氏翻脸 而这个妓母作戏多年 早将面子功成 拿捏得如谷成亲 老爷在刑部有事 还未归来 你妹妹在家等你许久呢 说是你再不来 就要去侯府接你了 家中有事耽误了一会儿 母亲不要监管 那哪能了 你如今是侯府的管家人 母亲为你开心还不够呢 怎会怪罪你 这位是 宗锦成 我儿子 宗锦成本来正骄傲不讯的养人 听见这句我儿子瞬间愣一息 心里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但他又很快反应过来说话的人 是徐婉 刚升起的温度瞬间被浇灭了 谁是你儿子 原来是锦成了 快进来 我让人多备一些糕点来 他说着就要去揉小魔王的头 但被宗锦成很快抖开 自动离他一米远 妥妥一副别碰我的不好惹 徐婉假装没看见 但在心里也在暗暗发现 柳氏碰了一鼻子灰 可爱于面子他还是忍着 待人领着他们进府 便袭上 姐姐 你尝尝这道菜 是我让小厨房可以给你做的 徐婉看着晚上堆起的小山 再想起他从前吃的酸 这母女两人真是一个比一个会妆 嗯 我尝尝 三个女人一台戏场的热热闹骂 温馨中透露着虚伪 虚伪中透露着搞笑 翠之跟翠柳在一旁眼观鼻鼻关心 虽然来之前夫人说过他娘家的情况 可真见了却没想到这么这么低端 柳氏跟徐连二的心眼都写在脸上 一个个活脱脱要撑死自家夫人的架势 而自家夫人更过分了 嘴上说着好好 实则筷子一下也不动 一副看谁装过谁的架势 最后还是宗景成看不下去 玩筷子的手一个莫收助力堂的情况 一杆子插在了徐婉丸里正中间 摆出了上洞的姿势 这是直接要把我送上天吗 无聊的对话 让你们忽略本公主 不想吃就都别吃了 小魔王的眼神十分挑戏 反正他也吃饱了 还是搞事情 快撤下去 再点碗儿换一碗 景成 你这几日跟你母亲相处的可还愉快 愉快啊 怎么不愉快 我们可重不打架 就知道他嘴里吐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谁家相处愉快是看打不打架的 不打架 你们难道关系差到动手的地步了吗 瞧瞧宗景成这蛮横的样子 像是欺负人欺负上门了似的 徐莲儿不由的幸灾乐乎 拿了侯府管家权又不免 还不是被个妓子欺负 当然不是了 景成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定然不跟那些三教九流的地痞一般 每日只会惹是生非 胡言乱语 论其理教 老夫人教孩子很有一手 徐婉这话说得漂亮 既夸了宗景成 又捧了老夫人 如此一番话滴水不漏 甚至还趁得徐莲儿刚刚的话里外不是人 好似在说宗景成是个没家教的孩子一样 宗景成的脸色当即就变了 她恶狠狠地瞪了徐莲儿一眼 婉儿也是有福气的 不然这老夫人怎么就偏偏看中你了呢 早知道就不给你嫁侯府这个选项了 本想让你当个寡妇 谁知道侯府那老婆子瞎了眼 既然当天就把管家权交给你这个哒哒哒的 还要多谢母亲的功劳 若不是您吉利向我说了远扬侯府的好话 还说景成这孩子多么聪慧 我也不会一门心思就想嫁到侯府来 这才给捡了个大便宜 宗景成越听越不对劲 原来徐莲儿能嫁到他家来 全是这个老婆子推来的 太坏了 这比张他迹象 宗景成的目光更雄了 怒火中烧的瞪向有事 突然躺枪的有事 他什么时候给徐莲儿吉利推荐侯府呢 他又是什么时候跟徐莲说宗景成聪慧 那臭小子是什么眼神 身后翠之差点笑出声来 幸好有翠柳在旁边很掐了他一马 才让他硬生生把笑憋下去 还挤出了一滴泪花 既然父亲有事要忙赶不回来 那我便先带着景成回府了 改日再来看望母亲 好凡 我让莲儿送送你 该喜的哒哒哒 出嫁后竟然变得如此伶牙俐齿 他要是再不走 旁边那个一点就着的小炮筒 只靠就要气得先桌子了 脸羊侯府 夫人你可真是太会说话了 奴婢觉得你那继母 今晚怕是要被气得睡不着觉了 还有小公子 今日可真是太给力 他简直像是米戴提的帮手 专门负责气那对虚伪的母女 我那继母虽然坏 但口齿简单 换个厉害点的就不行了 夫人如此聪慧 从前总会被这样的人欺负 从前是不想争 觉得当个咸鱼躺着歇歇也挺好的 那如今 如今也不想争 那您今日这是 我这是在气宗景成啊 不明显吗 嗯 宗景成不是能耐吗 还想找我的麻烦 看看吃别的是谁啊 小混蛋 可恶可恶可恶 果然信实的多没有好人 一个比一个会欺负人 等着吧 等本公子恢复了势力 一定挨个找他们换账 提醒你提醒你 你才没教养 你才不懂事 你才惹人讨厌 宗景成在院子上山下跳 指着树就是一顿狂骂 各种嚎叫活像都骂着 公子不是去给夫人找半字去了吗 怎会被徐家的人祈祷了 还不是徐婉 都是他家的人 都是他家的人 宗景成骂着骂着 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他仔细回想当时每个人说的话 最后都被徐婉解释了一通 然后他的怒骨就被点了 他觉得是徐家的人在点了 实际上 实际上是徐婉在拿他当枪式 后之后觉得小家伙终于反应过来 我要跟他拼了 那个女人冷硬心肠 连我都在他那里接连碰壁 你来也是白费工作 小工作 您要找什么呀 宗景成在房里就是一通乱找乱烦 却吓坏了仅剩的一个仆人顺子 原先他还有五个同伴一起伺候这婚式魔王 有伤害还能一起分担 如今就剩他一根毒苗 哪里经得起这样摧残 我刀呢 小公子要刀做什么 找刀 我要跟他同归于尽 他活了整整八年 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小公子三思啊 您吃了一次扁 再找回来就是了 可命只有一条 若是没了命 那不更吃亏了吗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啊 顺子这一空话把这辈子的学识都给用上了 只盼着这小主子别再瞎折腾 没想到小魔王还真听去 他冷静下来 开始换对象发疯 你想报复办法 对 就是你 快想 要不 你还是拿刀去捅夫人吧 在宗景成的威胁民事下 顺子咽了咽口水 终于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 要不 您去书院读书吧 夫人如今有钱有势 咱们硬碰硬 打不过他 倒不如 以退为进 暂避其锋芒 等到老夫人回了侯府 您再说回来的是 那我不是上他当啊 他就想着让我好好读书 我去了书院 反倒让他趁心无意 小公子只是去书院 那学不学 还不是看您自己 您要真不学 夫子就是站在您耳边念经 也不管用啊 夫子还会拍我耳朵边念经 人家是夫子 又不是和尚 谁没事给你念经啊 小人就是这么一说 书院里夫子教的学生 几时上百 他们是顾不上针对小公子 您一个人的 宗景成觉得有道理 这计划能行 走 去找那女人 就说本公子要好好读书 女院 翠芝正在给许婉介绍个大书院 京城里书院众多 但最厉害的还是汉林书院 咱们每一届的状元郎 都是出自这里 这汉林书院分南北两院 南院说有家是有银子的 北院收学时出众的 以咱们侯府的背景 小公子怎么都能进南院 南院学子的学识水平如何 都挺不错的 毕竟都是各家大人千疼万宠的孩子 从小请的都是好夫子在家陪着 自然比寻常百姓家的孩子更出色 哦 那他们考上一甲的多吗 翠芝沉默了 这一甲总共就三名 每届都是从北院里出 哪里轮得到南院 徐婉看她表情 当即明白了 南院也不错 但想完成她的目标 还是得去北院才行 这么醒着 宗景成已经又冒冒失失地闯进来 怎么了宗小公子 有事求我呀 这女人可真是太可恨了 随随便便一句话 就能把她的怒火挑起来 更可气的是 她竟然一猜一个转 没事吗 没事我就去后花园溜达了 我要去书院读书 听不清 我说我要去读书 去好好学习 你不是就盼着这点吗 那就去给小公子 报名汉林书院的入学考试吧 翠芝瞪大了眼睛 汉林书院的入学考试 需要考试的只有北院 以自家小公子那部分六九的学识水 让他去北院考试 是打算去执写个名字吗 夫人确定是汉林书院忙 没错 汉林书院是京城最好的书院 也只有他才配得上 我们侯府敌长孙的身份 宗景成对书院这些一窍不通 只听徐婉提起他身份 当即挺直了腰板 算他还知道他宗小少爷的厉害 是 宗景成本来就一肚子新年 跟徐婉又斗了这么几天 看见翠芝这样 他立马警惕地问他 你不会又再给我挖坑吧 那个入学考试是什么 就是测试你的学识 符不符合汉林书院的招生标准 不打击打击这小子 他就始终不明白自己那二两墨水 也就只能迈进入学考试的门 再多一步都没门 入学考试会考什么内容 有没有度区区 赛马处区 应该不会一上去 就要默写诗词歌赋吧 不可能不可能 书院到底还是为了赚银子的 总不能故意卡个很高的门槛 宗景成打定主意 去汉林书院是他眼下最快能逃脱许婉摩托 好 考就考 我明天就去 那就去准备吧 是 卢必照着去给小公子带着干粮 干粮 什么干粮 考个试为什么还要背干粮 小公子有所不知 汉林书院是咱们京城最好的书院 是以全大宠学子都挤破头想来着读书 而入学考试的卷子 也就比寻常更难一些 要从早上做到晚上 被提前背上干粮 一年饿着 不考了 我不去了 你若是想去书院 那便只能去汉林 至于别处 我不允 徐婉说话不轻不重 却又坑腔有力 豪横又起人 他知道这会儿已经坑不住总体场 索性直接冷脸摊牌 你不就是想逼我去毒夫吗 我早就看穿你了 是啊 那又怎样 宗景城愤怒地握起拳头 转头就朝外面跑去了 小魔王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 心里的怨气也越来越重 他开始怨祖父祖母不管他 后来怨他娘不知道哪去了 最后还怨宗教怎么还不回家 否则他这堂堂的侯府遗长孙 怎么会过这么憋屈的日子 侯府明明是他的家 他现在却好像寄人理想 小公子 您慢点 宗景城刚跑出院 没注意转弯处跪着的人 整个身体直接砸了过去 小魔王皮糙肉厚的 他从地上爬起来 这才看清面前的人是谁 宗文修 二房那个树子 喂 你没事吧 宗文修从地上爬了铁 他到了身无碍 又重新跪回了园 你跪在这里做什么 难道你也被那个女人折磨了 都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宗景城一想起这是徐婉干的 立马觉得自己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小可 他要跟宗文修联手 打败那个纠战雀巢的坏女 是我求见夫人 求见徐婉 那个女人冷硬心肠 连我多在她那里接连碰壁 你来也是白费功夫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宗景城还算是对徐婉有所了解 他觉得宗文修求 他说不定还没求自己管用 他虽然对这个树堂兄不亲近 但一想起宗文修求的人是徐婉 心里多少生起点同情心 你先说说看 说不定我能帮上你的忙 夫人 修公子求见 文修 快带他进来 是 宗景城在门外难得 那么贴心地问了徐九 结果他这个冷冰冰的堂兄 愣是一句话都没说 百明了是觉得他解决不了事情 这可把宗景城给气坏了 小魔王直接袭地而坐 就坐在宗文修的面前 睁着大眼睛瞪他 希望他早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翠柳一出来就看见这方面 一个人跪着 一个人坐在跪的人面前 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拜堂呢 小公子 修公子 快起来 快起来 快跟奴婢进去 不容 求您救救我娘 红姨娘不是在西院吗 她出什么事了 红姨娘是二房唯一的姨双 但到底是在二爷死后找回的 身份多少有点存疑 老夫人只将她们母子 安置在西院好生伺候 不过月前给的倒是 比寻常人家的姨娘多 徐婉嫁来这几日 就没见过红姨娘 按规矩 红姨娘怎么也该主动来见过她 但因着翠芝说是 她身体一直缠落 她便没戏不问 辅姨说我娘她已经病入膏肓 没有救治的希望了 但我听说只要请宫里的御医入府 也是也是有一线生机的 只要您答应救我母亲 我愿意用一生来报答夫人 宫里的御医都是给皇上娘娘看诊的 哪有那么好情 我长大后多还没见过胎医 更何况只是一个姨娘 这坏女人根本不可能答应好吗 徐婉知道请御医的流程的 需要以仲臣的名义去请 而侯府的仲臣自然是老侯爷 徐婉使了个眼色 翠芝当即明白 求夫人 别求她了 根本没用 小魔王说的不痛不痒 她自小就没有母亲 父亲从未在身边 哪怕有祖父祖母陪着 她对父母的亲情感也很良苦 何况红姨娘跟她也没一点关系 徐婉原本想解释的话 一下停住了 这次契机倒是适合收拾魂小子 我没说不能帮 多谢夫人 你有顺心帮她 却故意针对我一个人 你就逮住我一个人欺负 小朋友 请你搞搞清楚 从始至终 都是你在耍大少爷脾气 你看看文修 你再看看你 若是你能有人家一半的听话 咱们两个的继母子关系 哪至于这么僵硬 钟锦诚满脸写着不服气 投意你继续去生问气 你说愿意用医生来报答我 医生太长 我只要你陪我完成一个小任务就行 夫人尽管奔赴 我要让他跟着你在府里读书 他想好了 小魔王放外面书院里 他不放心 还是放眼皮子底下更好 再加上有宗文修这样好读书的同事在跑 不只会有正向的帮助 还能避免宗锦诚在其他家小玩库循环 我答应 请问你们 有问过本人的意见吗 我都没有答应 我不读 小魔王几乎是立刻拒绝 他伸手塞住了两边的耳朵 生怕听见这俩人的当面秘密 这是跟我又没关系 你们俩商量是 要经过当事人同意 知道吗 反正我没听见 我不读 我就要在家里咸鱼贪 拒绝被安排的宗锦诚 努力装聋作哑 但没得用 面对的是冷血无情 不为所动 毫无良心的后母徐婉 母子两人僵持中 谁也不愿意屈服 急得却是宗文修 那孩子眼见小魔王不同意 而自己母亲命在担心 他没有时间陪他们好 他转过身来 对着的是宗锦诚就要跪下去 小魔王身份尊贵 从小没少被跪 可宗文修怎么说也是自己的长兄 哪怕是数字也不该朝他下跪 宗锦诚忙往旁边一躲 撞入一个温暖的怀里 等他反应过来抬头 就看见了那张 他最近极其讨厌的美丽脸 丢人 怎么躲他身边去了 男儿西下有黄金 怎可轻易下跪 可我想让我母亲活着 他自小跟母亲一起生活 又在贫民窟那种地方相依为命 被接回侯府的这段日子 虽然锦衣预示的过 可他知道这里的人 都不太喜欢他们 若是连母亲都没有了 他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撑下去 许是他的这句话 太有杀伤力了 宗锦诚震了一下 脸上的骄纵也消失了不少 徐婉很快就察觉到了他的意样 想别的办法吧 宗锦诚这小子 是不会为了你而读书的 我觉得你把他打断腿更容易点 喂 叫母亲 就不叫 小魔王看向旁边 可怜兮兮的宗文秀 其实心里是有点发软想答应 但是看着徐婉那副赌兵的模样 他又觉得下不来台阶 僵持在那里自己闹便宜 好了 锦诚同意了 请太医的是我来安排 徐婉一锤子定音 当即替小魔王决定 虽然他早就拍吹之曲吧 宗文秀的眼睛顺天亮起来 母亲有救 我没说答应啊 他怎么说我答应了 我刚应该没出生吧 红衣娘得的是劳病 平民窟那种地方脏乱差 得劳病的人很多 儿子病若想至于需要 民意和大量的药材支撑 如诺没有 只能默默等喜 在红衣娘门外 听府衣说着病情 徐婉一或以老夫人的脾气 断不会拒绝为他们请太医医治 先前老夫人在府里时怎么不说 因为母亲说他的病治不好了 与其浪费祖母的精力 不如让祖母愧疚 如此就能将我 将我接到他院里悉心教导 红衣娘的算盘打得极好 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 也要为儿子争来前途 只可惜他的儿子极有孝心 打乱了他的部署 宗景成站在旁边若有所思 他有点羡慕这种感情 羡慕宗文修能有母亲为他筹划 小魔王越想越觉得憋满 脚下也踩着乱踢 诚公子 干嘛 您踢的是我的脚 御医来得很快 快得宗景成都怀疑他是飞过来 太医给红衣娘诊断后 也很快开好了药方 招这个药方一日三次暗示服用 三个月便能有好转 后面服医便能医治了 有劳太医费心了 您问你讲义气 你这兄弟我交定了 放心去读书吧 这里我来看着 不会让你母亲有事的 谢谢夫人 少年人最是记恩情 本应去书房的他转头 看向小魔王 一副死心他弟 带弟弟读好书的模样 堂兄的眼神好可怕 我好想逃 某些人该不会想过河拆桥 毁了跟我的约定吧 不过也是 一个八岁孩子而已 说话不算数又怎么样呢 就算我天天喊他是不守信的小哒哒 他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谁不守信了 谁是小哒哒 当然是谁不守信 谁是小哒哒咯 毒夫就毒夫 说吧 你要让本公子去读多久 他不信 徐婉能让他读到天荒地乎不成 徐婉看着浑晓的一脸 又极度的骄傲 直接让他安心读个三年 怕是不会 他的目光转到宗文修身上 脑中灵光一闪 你也不要说我为难你 我就给你定个小小的目标 考过文修就行 他也是刚读书几个月 从小又是在贫民窟长大 比你接触的东西少多了 而以成公子你的聪明记 应该很快就能超过他吧 徐婉一通话明理案例 把宗景城夸得心花怒法 他傲娇的杨了杨下巴 认为自己最多几个月 他肯定就能超过宗文修 若你能跟上文修的进度 我会将你的银子仆人都还你 这小魔王愿意读书后 连夜请来了京城里德高望重的夫子 白里希入府授课 这位老夫子也曾是宗教的私人老师 开课第一天 老夫子就做了个摸底考试 考宗文修的时候 老头子眼睛笑眯眯了 只夸着孩子用功 进度飞快 考宗景城的时候 老头子眉头的皱纹 差点没加死 这小魔王句句达非所闻 不仅肚子里没墨水 还非要装作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仅仅受了半天的课 老夫子就想掩天长叹 想当年那些人都羡慕 他教出了宗教这个文武 双群的双壮人 让他在京城的名声大造 结果现在再看下面那个熊孩子 他真觉得是报应终于来了 这世上根本没有连着来的大好词 锦城 你功底太差 当务之急 还是要先把基础打好 这基本是老夫为你选的入门书 你这几日将它们先背下来吧 这些你全会背了 这些书你别看很厚 但内容通俗易懂 很好呗 五天就能背完了 你看我信吗 你这几个月背了多少敷了 一百多本 其实他实际背了两百多 但看小魔王眼神越来越难看 还是不要说实话 那你现在每天能背多少夜的敷 十来夜 很好 弟弟该不会要对我动手吧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背敷了 等我把你的进度超过以后 你再读 很好 霸道无理的跟传闻中一模一样 但是 那你什么时候能跟上我的进度 一个月吧 自信小魔王觉得宗文秀一个数字要学几个月才会的东西 他作为聪明伶俐的姨子肯定一个月就能被毁了 宗文秀犹豫了几秒 想起他救了母亲 之恩 好 那我等你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除了学习百里夫子教的我就只复习旧的知识不学新的 小魔王本想让他连夫子教的也听但又怕表现的太明显被徐婉那个坏人发现 行 和你讲义气你这兄弟我交定了 你先看看这几本书里面有几个生辟子不好理解我可以一句一句的讲给你听 不用了我只要遍会这些玩意能分力混过夫子的拷问就行 具体的意思小魔王不想懂他虽然为人顽利但脑子是聪明的念上一句原文在闭上也就能莫被处 而顺子是徐婉给他留的唯一读过书的小子倒也刚好能帮上小魔王的忙 就这样顺子负责念一句小魔王被遗句竟然也被下来了 宗文秀觉得自己需要静静 这让一向坚持其能捕捉想法的他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 背书这种东西怎么会有人被遗句就能记下来的 弟弟难道是个绝世天才吗 许婉听完翠留给他的实时会 这混小子一天天竟想点邪招就知道被养脸书等科举的时候往考场上一坐能把自己名字写出来都要烧高香 不过现在还算是进步不小了 小公子从前连书都没背过 就连老侯爷都不知道他的进行原来这么好 按小公子这聪明镜若是能好好读书定然给咱们侯服长脸 还有百里夫子的脸也不会那么难看了 他跟翠柳都是家生子 从小看着宗赵是如何被百里夫子夸 如今在看老夫子对小公子的态 一下觉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徐婉也对宗锦诚的天赋表示肯定 但他这一副偷懒背书的魔力实在让人难以相信他能努力多久 他估摸着最多背上半个时辰就不愿意背 翠枝晚点你去私下告诉顺子一声 就说我看他陪小公子读书辛苦 给他月前翻上两倍让他好好试读 若是小公子追上修公子进度之时给他月前翻三倍 夫人您是不是想拉拢顺子跟咱们一心 不用拉拢 那小哒哒虽然混蛋 但顺子毕竟是陪他长大的人 而我与锦诚也并非敌人 我所有的计谋都是为了让他好好读书 而不是让他无人可用 无人可信 小孩子的世界不能那么黑暗 翠枝跟翠柳互相看了一眼 对这位新主子的作法更加敬佩 说是这么说 徐婉还是好好思索小魔王这些招的例子 虽然只会背 但不认识字 更不懂是什么意思 但好歹能先把东西背进去 以后再慢慢消化 就是文修 可不能因为小魔王那无理的要求 就真在原地等他赶尽 带上府里新买来的糕点 我过去看看他俩 这位让我 有鱼逃堂 有鱼逃堂 鱼也喜欢吃甜的 他又没长手怎么讨 黑爷 我学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给成公子教书 真的很无助 神了 咬了我的耳朵吧 这都翻译的什么跟什么 夫人 您没事吧 小魔王听见这声 回头看见徐婉来立马全身见 下意识觉得没什么好事 有鱼逃堂 对你想得出来 你怎么不说鱼亲自上岸抓堂呢 鱼怎么可能上岸抓堂 你是傻的 本公子可不是 好好好 意识不到自己傻也就算了 还觉得别人都是傻的 顺子 给你加成公子读书时 记得顺口翻译一句 免得他在课上说出这种解释 能气的百里夫子吹三天胡子 这不是看本公子 天赋惊人马上要赢了 所以囤心来阻挠我毒夫的吧 这女人就是想扣着我的月前和夫人 好将我落在这侯府里 慢慢折磨 哼 我早就看透她了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你现在就长这样 换你识相 还知道自己是小人 哦 我是说君子是我 君子是我 刀呢 成公子 兄公子 这是夫人特意让人给你们买的 七味糕 夫人只是不善言辞 但心里是一直记挂着两位公子的 董季七味糕是京城里最盛行的糕底 每日天不亮过去排队才能买到的 宗文秀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自是不知道七味糕的珍贵 但对于娇奢挥霍的宗景城就不一样 这可是他以前日日吃的东西 只不过自徐婉断了他的夫人和银抢后 既没人帮他排队 也没银子给他买 多谢夫人关心 小子 七味糕都不吃了 君子不识 接来知识 徐婉哼了一声 也没继续跟他呛声 只瞥了一眼 宗文秀放在桌上的书 文秀怎么也在读签字文 你不是刚学了萌球吗 他不能直接戳破 两人之间的私下约定 否则小魔王就会起放背心 但也不能任由他耽误宗文秀的进度 宗文秀被问得心里一个灯 他下意识看向弟 怎么办 夫人是不是发现了 要是如实说 弟弟肯定会生气的 可要是跟夫人撒谎 又怎么对得起他的旧母之恩 一边的小魔王一脸不犯 只顾着生气 都忘记了要跟树兄对口 温 温邪 温故而知心 确实是个好习惯 我方才看了萌球这本书 都是一个个会编在一起的历史典故 对你积累学识很有帮助 知识而明见 始古而知今 你可要用心体会 切莫像个文盲一样 无人吞枣 有余讨堂 突然被点名的某文盲 我了解过你的学习能力 一个月内应当就能读完萌球吧 辅导弟弟学习是很辛苦 但自己也要记得好好读书 不能落下了进度 一个月后 我来考察你的学习进展 完蛋 答应弟弟的话 怕是要食言了 舍不仍 文秀一定好好读书 过分 他一直在学新东西 我怎么可能追得上他的进度 这根本是抢人所难 只准你自己学习 不许文秀读书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你以为你在玩客舟球剑呢 小魔王不明白 他在说什么客舟球剑 但猜测肯定不是好话 这个炮筒子 除了蒙球 只要你能赶上文秀的进度 咱们的约定就还算数 徐婉这话说完 剑把弩张的小魔王 还霸手 眼见着他离开 心里的骨气 还是有点没散完 伸手朝他背影挠了几下 一副想隔空 挠嘎他的样子 好了好了 夫人还是很好的 别生气了 我带你读书 你很喜欢那个女人 宗文秀本想点头的 但见弟弟满脸写满了 你敢说 是我就要答了你的恐怖 可能是我见过的人比较少 夫人是除了我母亲外 对我最好的人 我不是 也除了你 他才不是什么好人 你以后离他远一点 时间过得很快 徐婉知道两人都在好好读书 也失去的没来打扰 也难得小魔王 真在家里憋了整整 简直跟换了个人似的 考察这日 徐婉特意过来旁听 仅成这孩子 虽顽皮了些 倒也并非朽目 不可调也 也罢 今日老夫就考你些简单的 你把签字文墨写一遍吧 徐婉发誓 他没跟百里系通过气 夫子并不知小魔王 只会背书但不识字 不会写的情况 他下意识看向这小崽子 想着要不要踢他踢个围 宗景成听到考题后 看向徐婉 果然见他一副 等着看自己好戏的目的 哼 坏女人 你以为就你聪明吗 本少爷今天就要那封翻盘 顺子应着百里系的要求 他打开宴台 正准备像往常一样演过 他柔了柔眼继续研磨 研好磨了吗 研好了 小魔王自信地提笔 站着墨水在纸上写字 但每一笔画出来都模糊不清 甚至还隐约有消失字的存在 顺子都毛了 这这次怎么是这样 难道是我方才没研好磨 夫子 这宴台好像买到宴品了 小魔王的脸蛋一直很有欺骗性 不生气的时候天真烂漫 即便是不孝也能让人心生恋爱 百里系自从刚来那几天 见识过他的导弹 再到观察到现在乖巧变化 哪里还会记他的仇 那便背诵吧 改日再墨写 夫子 您可真好骗啊 是什么蒙蔽了您的双眼 是上一代残留的世生爱吗 于是宗景成开始摇头晃脑被死 千字文 在百里系越来越满意的笑容中 他还主动提出要被几页占过客 让夫子听听看有没有被错 这小子的情商怎么突然上线了 果然百里系一听 眼里的赞许根本藏不住 对了 这回对了 这才是宗赵的儿子 下一个闻明京城的大才子 看吧 这局是本少爷赢了 小公子飘了 夫人可是知道他真正实力的 好好好 如此可教也 锦成啊 你这一个月的进步 实在令老夫刮目相看 全凭夫子教得好 学生让您费心啊 百里系见他变得如此之力 更加欣慰了 既如此 那之后锦成便跟着文修的进步 一同学习萌求吧 老夫明日来给你们授课 多谢夫子 让夫子费心了 锦成这段确实进步很大 全靠您的悉心教导 夫人过去了 这孩子还是被你带回了正途 两个大人不住称赞对方 在成年人的互相吹捧 肩越走越远 留下的宗文修在一旁 很为他高兴 弟弟这一个月虽然没那么努力 也没在背书上花太多时间 但天赋十分惊人 很快就追上他的背信近 他转头看去 却见弟弟突然变 宗锦成见两人一走 笑着的脸立马垮下来 变成一副我很不好忍的美兄妹 他四仰八叉的摊在椅子上 不是 怎么就突然判若两人了 弟弟不是变好了吗 锦成 内打本授业了 可奋劫父这苦日子了 下次再也不想当建议勇为的好人了 奋子把好门 给那女人回来 又立马要回我的银子和人 本公子这辈子 多不想再被一句孵 差点忘记 弟弟读书并不是自愿的 眼下已经完成跟夫人的约定 那弟弟是不是就要离开书房 而顺子作为宗锦成唯一的国 静止静责地在门口把红 但等了一盏茶的功夫也没见徐王来 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跑路不认账了 这个时间 多顾他送夫子三个来回了 夫人 无论何事都应循序见记 谢莫操之太极 反倒走了偏路 多谢夫子指点 他还以为宗锦成真把来里夫子给蒙混过去 原来是大致若愚 徐王回内院的时候 反复想了多种方案 推敲着事情后可能会产生的反应 不断换着新办法 翠之 文修一个月的零用钱有多少 二十两 这么多 是的 寻常人家数子月银一般不超过十两 不过修公子在外面过了九年半的苦日子 老夫人十分心疼 所以在他回府后 送了许多金银绸缎和昂贵笔墨 月银也提到了二十两 那他的穿着怎么还是这么朴素 修公子说 他穿不习惯 老夫人也就没有勉强 频频哭出来的孩子 宗文修显然是见过太多底藏百姓 恐怖征扎 心中会有一种愧疚感 愧疚自己不该过得如此骄影奢侈 道德标准要求极高的人 对了翠之 文修回府后 有再去过贫民窟吗 没致过 修公子每个月都要过去一趟 每次去都会坐一辆极大的马车 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府里从来没有丢过东西 修公子一向洁身自豪 走 去看看账本 账房里 马车里装的是高粮 那是馒头里最便宜的一种 贵人家里从来没出现过 因为不好吃 账房先生将查到的结果如实回答 翠之跟翠柳面面相去 他们似乎明白了修公子每月都去干什么 走吧 该去管教熊孩子了 又等了一盏茶的工作 宗锦成的耐心逐渐耗尽 出门找徐婉要账 就见徐婉一行人走了过来 你再不回来 我都以为你要跑路了 这次是本公子赢了 你要是不遵守约定 那就是 喂喂喂 你干嘛这副表情 你要做什么 小魔王在对上徐婉那张拉了老长的脸后 当即吓得往后退了一个 这女人 怎么一副要跟我秋后换账的模样 徐婉刚知道了宗文修的秘密 再看宗锦成内 可真是哪哪都不顺眼 同样是姓宗 这小子怎么就长成这么一个混世魔王样 有这么个对照阻挂着 情绪真的很难稳定 他深吸了一口气 漂亮的脸又恢复了那副云青云淡的模样 仿佛刚刚压迫感满满的女人不是他 小魔王是个机灵的 感受到他气场变化后 立马蹬鼻子上脸的叫嚣 快把本公子的人和银子做还回来 拖人 人都抓齐了 三德掌的朱油 阿川换的墨 是小公子找他们帮忙做的手脚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宗文修在一旁看得目瞪口白 虽然弟弟用朱油蒙混过关的技巧很夺利 但夫人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人都审清楚 锦成 你是很聪明 但也不要把别人都当傻子 我们当初的约定是要你跟上文修的进度 你如今这样 充其量不过是在被书上超过了 虽然跟目标仍有不小的差距 但也应该鼓励一番 所以我答应了 可以将月银还给你 按照世家子弟的标准 每月给你二十两银子 二十两 宗景成大约从没听过这么少的银钱 他出去请朋友吃顿饭都不值这个数 从我从前从未管过我的月银 你现在给我扣成二十两 还好意思说是还我银子 怎么好意思的 想要随意挥霍的银子 就要达到我们的约定 否则就免谈 你说到底要怎样才会追上他的进度 不就是写字 有什么难的 我有念一遍就会背的能力 自然能看一遍就会写 不过就是再多费一个月的功夫 小魔王内心的咆哮全写在脸上 许婉内心感叹老天真是偏心的过分 这样调皮捣蛋的孩子偏偏顾目不忘 只靠着死记硬背很快就能解脱出来 距离一甲的目标还那么遥远 许婉当然不能让宗景成这么快就逃出来 得让他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翠柳 马车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嗯 那就出发吧 去哪啊 本公子还要在家被敷 可没功夫陪你到处玩 哼 这女人最好赶紧说两句好听的 这样我说不定还愿意带她在京城逛逛 毕竟我可是知道好多奢华好玩的地方 也行啊 那我就只带文修出去吧 反正锦城小公子也不爱见人 就留在家里好好看门吧 嘻 不行 我也要去 曾文修没见过世面 又听话好骗 要是你不怀好意把他卖了 我上哪再去找个陪毒的 要是能卖人的话 你一定会是第一个被卖掉的 那当然 本公子可是千金难买 价值更高 你可真会给自己找不啊 就你这间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废材样 被人买去乡下连投猪都养不活 妥妥浪费粮食的存在 我是真好奇 你这样毫无根据的自信 到底是哪里来的呀 谁要去乡下养猪 等公子做饭去乡下 那也是要当大少爷 喂喂喂 有些吃食 要是饿了你就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 谢谢夫人 被忽略到阿丽丽的宫领 我呢 我呢 我这么大个人呢 他愤怒地瞪着两人 试图引起两人的退却之心 奈何许婉丫根当他不存在 送完吃食就必须严谈 还是宗文修发现 你先吃 不给我吃 谁稀罕 吃勾点还坏牙呢 固执过了多几 只觉路越来越长 脆脂 怎么回事 夫人 咱们的马车撞到了一个孩子 什么 快看看他怎么样 伤得重不重 许婉下车查看 宗景成 宗文修两兄弟也跟着跳下来 小孩 你跑什么 快回来 我们带你去看大夫 侯府的两个小四过去追人 宗景成完全看不懂这是什么情况 这小孩身上都是伤 怎么还这么急着跑 莫不是官府要抓的头发 我朝律法有云 七岁以下的孩子 即便是嘎人也是无罪的 那被诸九卒的怎么说 当今天子近年并没有诸过任何人的九卒 你这个脑袋里就不能想点好的 是我不想好吗 明明是他表现的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哪有被撞的人逃跑的 不知道还以为是他撞了我们 那小孩满身上 你是怎么看出来做贼心虚的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我 我就是看出来了 反正他不正常 无凭无据给人泼脏水 你要是冤枉了人家怎么说 不可能本少爷什么人没见过 他要是冤枉的 我宗景臣明知道这些 一旁的宗文秀望着外面熟悉的坑阿路 明白夫人带他们来了哪里 他跟母亲住了九年半的地方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我看不起大夫 我吃不起药 我真的吃不起 我家里还有个妹妹要养活 他在说什么 因为吃不起药 所以才这么拼命的逃跑吗 你伤得很重 不能再乱动了 大夫给你看看再起来 都是歇皮外伤 上些好点的药就好了 小男孩闻言色索了一下 又挣扎着不让大夫给他上药 宗文秀在旁边告诉他不用担心 但小男孩一点也听不进去 别动 又没让你出钱 这药我们府里都有 许是这一声呵斥听得吓人 小男孩竟第一次没敢反抗 乖乖的被大夫压着智商 这竟然都能有小魔王发挥的地方 你叫什么名字 金哲 实质金哲 阳气上升 气温回暖 春雷炸动 雨水增锅 万物生机盎然 是个充满希望的好名字 金哲正主 他也是刚知道自己的 竟然是这个海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不是这两个字 这是一个大哥哥送给我的名字 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如果知道的话 我肯定不会叫这个 生在这里的小孩 是活不到若惯的 我配不上这样的好名字 宗文修就是从这里出来 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甚至在被接回猴谷之前 他的想法跟金哲是一样 不知道自己能活到的 而小魔王就比较明显毫无带入 取名字当然是越好听越好啊 什么配不配的 你不想叫金哲 难道还想叫金夏 弟弟真是握了 这安慰方式太别出心裁了 平民窟 这是一片荒废的荒场 昏暗脏乱嘈杂 住满了全京城最贫困的百姓 里面的人咳嗽是不断 病气和喜气都很热 徐婉将金哲一路送回了家 也刚好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这是什么鬼地方 这个坏女人 不会是想把我们扔在这种地方吧 一气小孩可是侵犯律法的 没有人牙子会来这里挑孩子的 为什么 因为脏 金哲没好意思点理 他们这里的小孩很多都有 就算没病的也都脏污不堪 贵人们肯定更嫌弃 而宗景城却以为 他是说人牙子嫌地方脏 瞬间带入自己理解了 这么脏乱谁愿意来 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但越往里走 小魔王发现除了很多病娘子的老人妇如爱 也有好多跟他同龄的海 却活得像无数个金哲 他们在寒冷的冬天 被几块破不了草的披在身上一体 因为食不果腐 导致乐得面黄肌瘦 骨架凸显得可怕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 这么多的贫苦人 让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到家了 谢谢你们今天帮我治伤 突然旁边传来女孩的哭 金哲慌忙哭过去 换人 你放开我妹妹 狄管家 是你吗 翟管家是威越伯父家 他家敌长子宅要是自己的好人 经常一块出去打架 逗狗到处玩了 锦城公子 您怎么在这种地方 我是来送金哲回家的 你们呢 抓他妹妹干什么 翟管家并未马上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谨慎地看了眼他身后的女子 愿出了侯府如今的当家主母许晚 不然锦城公子 我们公子想要几个洗脚小丫头 老奴便想从贫民哭泉 一些带回府过好日 谁诚想他们竟是不识好歹 不愿意放人 白费了老奴的一番好意 这老东西在说什么 你要一个三费小姑娘 去给迪奥当洗脚丫头 这是打算让谁去伺候谁啊 是我家公子特意嘱咐了要年纪小一些 从小开始培养的感情亲厚 与我们府中不过是多双筷子的事 养几年就大了 徐婉不动声色地听着 目光打亮着他 声音虚浮 眼神多闪 笑容惨媚 老华头一个 翟管家为什么要来这里挑孩子 听说这里是连人牙子都不愿意来的 人牙子卖的都太大了 我家公子就想养几个小玩意儿 您看看 他们家活得吃不饱 穿不暖 若跟我们回了湖 定然不会亏的 翟管家 威远伯府要带走这孩子 和游走正规的生气 即便是平民窟的孩子被买卖 也都是需要千云卖生气 否则就是强强 哪知一提到生气 翟管家立马就变了 就那么不到一秒时间 徐婉察觉到他眼神露出了一丝胸 但很快又变成了那副老的圆滑的笑脸 这孩子既然是锦城公子的朋友 那老奴自然不好再勉强 来人送开他 惊扰锦城小公子了 我们府中还有要事 改日咱们再聊 锦城你的面子好大 他二话没说就放人了 那当然了 本公子的面子谁敢不给 不像某些人哦 人家临走都没跟他打招呼 徐婉对小魔王这种逮到机会 就要自夸顺便踩他一脚的行为 感到十分幼稚 那位宅管家哪里是给宗锦城面 只怕这背后有什么不想被人深究的秘密 所以才急匆匆的离开 不过眼下教育小魔王 才是他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翠芝 你去把咱们马车上吃的喝的带过来 还有布料类的 是 一等一的家 精尊玉贵的小魔王在贫民窟杠 表思们都在许晚的试一下 都退的远远的观看 宗文修从小吃苦 脏活累活都抢在宗锦城前面 而宗锦城这会儿倒是顾不上脏 干得比宗文修还起劲 脚手吭吃吭吃的搬着踢的 是刚刚文修的夸奖 非常满意地给自己打了个门 一等一的家 这小子真是太自恋了 气都给你一个人演完了 而在这时 大街上突然传来大大的门蹄声 这样都是开 还是这条街上人少 梦多脏都没人管 这汗血宝马跑起来果然快 兄弟免冲啊 冰天我必拿第一 几个身着滑腹的小胖 自以张扬的当街纵 对线漫天飞舞 当原本贫困的街道雪上加霜 呼嚎声乱成一片 没有 你拔那个旗干干嘛 脏喜了 跑完吧 马上就扔掉 看我的 不吃飞扔飞的脏乱旗干 从天而降 不偏不倚地正插在 金哲家的屋顶 小魔王刚亲手 盖上的马车帘子 宗文修瞪大双眼 完了 弟弟肯定要气死了 徐婉也怀疑自己看错了 这满京城 竟然还有人敢对着 小魔王起脸叔叔呢 刚刚是什么东西 飞过去了 是谁拿旗干 插烂了我的屋顶 谁干的 谁他奶奶的干的 拿刀 本少爷今天 要跟他们拼了 小公子您慢点 宗锦城理智全无 就要冲去找始作云主 奈何对方一行人 骑马速度 这会儿已经什么人影都没了 公子 刚刚那好像是 敌要他们几位公子 又是宅药 确定是他们 他就是刚刚说 宅管家说要三岁的 洗脚丫头 跟你并列为 京城四小丸裤之一的宅药 谁要跟他一抵 当京城四小丸裤 这女人 就会给我乱起外号 我想起来了 账房里记载 你腾花两千两 重金买了四匹 汉血宝马送给了他们三人 不会就是刚刚那几匹吧 怪不得刚刚那马跑得那么快 好马 方才那马 竟然是弟弟买来送人的 听说汉血宝马可贵了 他怕有被阔戳到 小魔王又被徐婉嘲讽 握紧的拳头好想砸他头 但是个子太压够不着的 可恶 回家一定要再多吃点饭 徐婉又用脚踢了踢小魔王 一点都不在意他生气 甚至还特意攻 哎 这是不是就叫做 拿你的碗砸你的锅 怒气直砸马 即使没有声音发出 每次被徐婉欺负的气还要大 别气别气 只是破了一个口子 已经比原本好很多了 若是你觉得不好 咱们明日再重新来盖一个就是了 现在这样就很好了 今晚我们以后不会再那么冷了 而且已经开春了 天气会越来越暖和的 回去的路上 小魔王和同班气不不作 双手团心 谁也不 徐婉的派被这种 不作为笑 但好在他还有最后一次良心 没在车里笑出声 生闷气的小魔王回了 猴鼠就往自己院里 看样子是不准备吃饭了 不管他 文修我们过去吃饭 这样不好吧 他跑了一天应该也很累 现在又这么生气 我想去劝劝他 景成是经常跟宅药他们混在一起的 前阵子我让管家断了他的银子后 那几个人还硬系着他负账 逼着景成将身上 价值几千两银子的玉佩 抵了那顿饭钱 但事后景成也并未跟宅药他们断绝往来 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别人眼里 只是一个行走的钱庄 天了 宗文修是第一次听说这么大一 若换在自己身上只怕也不能 生怕丢了一点 这次的事也刚好让他亲身体会了一遍 自己辛辛苦苦弄好的东西 被别人随意践踏是什么心情 要不然的话 谁也说不准哪天 当街纵马狐混的几个小丸裤里 不会有宗景成的身影 宗文修一阵 不能细想 弟弟虽然没有传闻中那么文 但也很少会在意别人的喜怒哀怒 如果今日在马上的人是弟弟 他纵马时确实会只顾得上自己看 注意不到自己随手的一个喜怒 会给别人带来多严重的后悟 视角一患 那么今天就先教他这一课吧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公刺了 夫人命人将饭菜端了过来 说您今日可以在院里用饭 顺子端着食物不敢进去 只探出了个头 生怕被内味的怒火过几道 果然小魔王一点都不灵气 像被点着的炮仗一样 不吃不吃 端出去 再赶进来打断你的鬼 好嘞爷 识相的奴才将头又缩了回去 假装没进来说过话 念夫念夫 烦死了 哪个老乌龟发明的念夫 那三品汗血宝马 我没说送给他们 只是让他们随便完 马戒还在府里 金泽家要快点给他们修屋顶 不然晚上冷会生病 宗文修夹在半空中的菜 啪哒一声吊在了桌子上 婢女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他们在彼此的眼里都看到了金白 这这这 这还是他们家的小公主吗 他送出去的东西还能要得来 他竟然还能担忧别人晚上会不会动脑 而徐婉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一双心眸一声灰 这一瞬间 他好像看出来这女人是有一点好看的 听到了没有 本公子可不想再说第二遍 要是他敢说没听到 我可就要闹了 夫人已经派人去帮金泽修屋顶了 就是原来你那几匹马没送出去啊 终于不那么肉痛了 听夫人说要上千两银子 上千两银子算什么大钱 咱们府里就银子多 小土包子没见过世面 小土包子 宗文修不是没听过这个称 只是从前听到的只有看不起和计辅 但是从弟弟嘴里说出来 感觉好像没那个意思 还有点惯人的样子 这样想着 他嘴角微微上扬 小魔王手都没洗 上来就要拿包子 一双筷子从天而降 爪子就被徐婉架了起 示意他先去禁手 宗景成不满意 但逼你们把水都端到他旁边 他手一伸就被洗好擦干了 大少爷抓起肉包子就开始了 翠枝 明日让顺子跟刘管家一起去 把这三匹汉鞋宝马要回来 带上马器 是 一日后院书房 公子刘管家将那三匹马要回来了 啊 太好了 宗景成被这伤下了眼 手慌脚乱的从桌子上坐起 结果脸上盖的书趴一声掉地上 他整个人也没个重心 顺势滚下去 作为一个合格的下人 顺子立马惊恐的闭眼冒头腕 假装没看见 孟子 你大呼小叫干什么 对不起公子 我没看见您在睡觉 因为您在读书 就迫不及待 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 不言什么时候回来 不言是他房里被虚晚撤走的五个仆人 人狠话少五公高 也是他最喜欢的 结果就因为没读过书 跟其他人一起被弄过 留下的顺子就只会陪他念书 念书念书念书 烦死了 哪个老乌龟发明的念书 快了快了 夫人说 等您将那些书的意思弄明白 就可以先将不言还回来 月银也可以给咱们涨到五十两 这一个月小魔王虽然一点钱都没有 但府里有吃有喝 他大不了不出门就是 但是现在有的 他还是出不了 因为 这点银子够干什么的 我连顿饭钱多付不起 秋公子的月银也跟您一样的 你也这么惨 不惨 我觉得我挺净服的 二十两是很大一笔银子 怎么可能 连艘船都买不到 好看的玉佩 好马都买不到 宗文修本不好意思说实话 弟弟的消费水平跟常人 甚至跟其他家贵宫人都太不懂 但想起夫人想交好弟弟的目的 他想应该往弟弟不知道的地方去不提任天 让弟弟知道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 一两银子是一千文 二十两是两万文 粮食是五文一斤 换下就能买四千斤 而四千斤粮食 可以供一家四口吃上四年 换成你认识的经浙家 够他们兄妹吃上八年 能养到他十四岁 他妹妹十一岁 经浙说 贫民窟里的小孩根本长不大 不是被恶喜就是病血 而并也多是饥饿引起的身体抵抗力差 你口中的这点钱 只需两个月的月钱 就够把他们两个养到成年 成为那里为二长大的人 宗景成正在原地 不可置信 你在骗我 宗景成很笃 自己认知里的二十两 表魔王看向顺子 顺子也在点头 但他还是觉得不肯 如果每个人都像侯府那么有钱 那五百两一匹的汗血宝马 为什么宅要他们不自己买 为什么他们三个人 没有一个买得起的 如果连唐唐国府家的笛子 都买不起一匹汗血宝马 那外面的普通人 他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 这些你都有了解过吗 宗文修是图让自己的声音 里不带任何情绪 弟弟并不是坏心思 他只是生在富贵 常在富贵中的天之骄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享受着 这世上少有的奢侈 宗景成后退着出门 没退几步就感觉 撞在了什么人身上 一回头就看见了那个女 还有熟悉的翠翠翠柳汤 徐婉正准备进来 跟小魔王说 三品汗血宝马 已经要回来的事 结果刚到院里 就听见了宗文修这款 没眼笑得亮亮的 这小帮手可真是没找错 肯定是你买通了 他们骗我 我就知道 肯定是假的 徐婉瞧着脑门突突跳的小魔王 更觉得开心了 完了 他越来越热衷 看着小鬼生气 这恶趣味得控制 你要是不相信 就走出侯府去 看看吧 看看外面的世道是什么样的 看看是不是全京城的人 都被我买通了 我当然会去 看我不揭穿你们的谎言 骗子 什么四千斤粮食 要是粮食这么便宜 那为什么我吃一顿饭 要几十两 看着孩子无忧无虑的 老夫人把他疼得跟饱一样 这日子过得 比王孙贵胄都舒服 这样其实也挺好的 一辈子也能过得快快乐乐 午饭时候 小魔王还没回来 徐婉招呼 宗文修先吃着 我还是在等等弟弟吧 别等了 瞧那小子不服气的样子 非得把几条街问个便不可 不到傍晚是回不来的 真的不要人跟着去吗 你还担心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差 弟弟毕竟比我小两岁 想太多了 他虽然娇生惯养的 但脸皮厚啊 不然以前怎么老想着折腾别人 说起来 要不是你祖父祖母不同意 那小鬼还挺适合习武的 肯定皮操肉后耐操练 王氏怎么可能真的这么便宜 武文 我这辈子多没听过这么少的银子 还有那些麻布衣服 怎么可能才十几文 那我穿的衣服 为什么要几十上百两 还有最香楼 顿顿收我几十两的饭钱 他们的鸡 难道不是蛋里敷出来的吗 他们的菜 难道不是锅里炒出来的吗 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呀 不能一只烧鹅卖我二两啊 一只活鹅才几十文 太坑人了 我都被他们骗了 问的怎么样了 外面所有街上的百姓是不是都被我买通了 贴脸太大 侮辱性极强 伤害性更强 这女人太过分了 竟然堵在这嘲笑我 信不信我马上就离家出走 宗景城气得连孤 三上还在发火 跟烧红的烙铁没啥区别 有管家已经帮你把那三匹汉鞋宝马要回来了 但据说你那几位朋友反应挺激烈 说你出尔反尔 送出去的东西又要回来 尤其是那个叫宅药的 说你要不上门去跟他道歉 以后朋友就没得做了 宗景城正气头上了 听见这话直接破大方 他原地暴走 呸 不做就不做 谁稀罕跟他做朋友 老子的屋顶修得那么漂亮 他趴就给我插烂了 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账呢 还想让我把五百两的汉血宝马送给他 我脑子被鱼子踢了 才会送给他 刘管家 听着要是以后 只要再赶来侯府找我 你就给我三棍子打出去 小人保证 以后咱们侯府连一只幸宅的鸟都飞不进来 谁家鸟 有幸啊 你这个笨蛋 晚饭给你放在屋里 今晚不用去前厅了 好好休息吧 喂 怎么了大少爷 月银二十两太少了 我要五十两 你都知道外面正常的物价了 怎么还嫌少 那也少 做不够养两个人到成年 许婉一下就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 这小子想把银子都送给金哲兄妹 好啊 宗景城眼睛一亮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他还以为他肯定要坚定地拿宗文修的月银来团 果然 他到底也是知道敌妇有别 知道这个家最终还是我说了才换的吧 等价交换 你把背下的那些书做到通其意 写其行我就念在你发奋图强的份上 每月给你五十两的月银 你 小魔王痛心疾首地指着他 一脸被算低到的委屈 但是他知道自己的路子已经全部被毒死 要想从他手里拿银子 就必须做到他的要求 用手指人可是非常不礼貌的 大少爷今天就好好休息吧 明日我让人准备好一本给你送去书房 按照你的背书习惯 让顺子一句一句念给你寄 加油 如果寒风会说话 现在就再拉气凉二虎了 公子先吃饭吧 天大的事也不能饿肚子啊 今天有您最喜欢吃的翡翠正鸭 吃 我要把被虐的份多吃回本 对了 你让人买点棉被 穿的衣服 还有治疗伤口的药 以及花剩下的银子 都给金哲送去 啊 全 全部吗 二十两月银都给他 对 都给他 徐婉回去就把给小魔王准备一本事安排上了 这一夜 侯府送徐婉的命 火速请来了十几位教书先生 将宗景成背过的一百多本书 全部翻译完毕 腾写在了纸上 一日一早 宗文修看到那几百本一本 整个人都懵了 这竟然也能一出来编成书 古文不都是自己背诵 然后听夫子边讲边背 同时手写几句 关键解释记一下就好了吗 这怎么还直接竹子竹句的翻译出来 弄得那么 那么正式 宗文修开眼界了 不仅是敬佩许婉的办法贴心起高效 还敬佩不贵一夜的时间 竟然完成了这么庞大的超数量 夫人对弟弟好用心 不管宗景成有没有背诵 反正宗文修已经替他反动手 宗景成打着哈天过来的事 看见这阵仗却是吓了一条 怎么会这么多 不是只有一百多本吗 难道是徐婉背着我 偷偷在里面塞别的书啊 好baby 弟弟你的脑补到也不用这么丰富 小公子您误会了 翻译出来的字数就是要比原书多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 虽然这满满当当的几百本 看得他也压迫百十足 但想到自己只是多 而背的人是自家公子 顺子又觉得自己可以了 那一个月好像背不完 可以的 可以背完 啊 怎么背 只要你把每天背书的时间 从一个时辰提到两个时辰 就一定可以背得完 天知道说出这句话的 他心里有多羡慕 弟弟每天只学习一个时辰 就能比他六个时辰记得还要多 简直是惨绝人寰的打击 而宗景成听见这句话立马战口 我明明每天在厨房 待了好几个时辰 你闭着眼背书 每天至少不小心睡着八次 剩下时间不是在踢桌子 就是在扔毛笔 摆弄雁台 扣桌子脚 你不是在认真独夫吗 怎么观察我这么仔细 我也不想啊 你总是打断我学习的思绪 我这才停下来看你 犯来犯去 怎么又是我的错 就好气 能知出 性本善 是这样写吗 工字字需要再小一点 不能占半张纸 半张纸怎么了 多买点纸不就好了 他难道就不愿意 给本公子出钱 夫人没有限制纸张的使用 您继续 宗锦诚文言继续在另外半张纸上写下字字 虽然难看了点 笔风更是乱七八糟 但好歹写虑了 嗯 不错不错 非常有天赋 哇 我要早点习惯弟弟 伸赏这份盲目自信 想归这么想 宗文修还是尽知尽责地教他怎么写小子 顺便将基本的写字技巧 跟他说了一遍 宗锦诚聪明 一点就透 上手非常快 成就感是给人打击血最快的方法 小魔王越写越自信 提着笔刷刷刷就开始玩 幻子 颜墨 本公子还能再写一打 一上午过去后 翠芝进来喊两位公子 整个人都懵了 天呀 这 这都是陈公子写的 当然是我咯 帅不帅 帅 非常帅 简直是帅到天风地烈日 月无光神鬼都黯然失色 这样帅下去 其他家小公子肯定被您比得抬不起头来 陈公子厉害 这天以后 小魔王找到了写字的乐趣 天天就在书房里话来话去 别管自丑不丑 反正话就完了 他让人买了各种红色 绿色 七彩色的墨汁 把写字当成了彩位 各种开发写字的乐趣 宗文修也是第一次见识到 弟弟竟然也能连这几个识券 跟他一起学习 一定能成的 弟弟一个月内 绝对能达到妇人的要求 许婉那边却开始着急 虽然进度非常顺利 但这到底是一锤子买 等小魔王这一阶段的学习任务 又要继续开摆 而却是 侯府收到了太子妃生辰的邀请 邀请各家贵卷进宫庆 要去宫里一整天 我的战国策还没划完呢 小孩不是可以不去吗 你干嘛非要我去 学习也要循序渐进 劳逸结合 天天宅在书房里 看那么久的书 对眼睛和颈椎伤害很大 我可不想你年纪轻轻 就长成个小驼辈 那要没法给你祖母交代 哼 你也会怕祖母生气 他要是知道你这两个月 这么欺负我 肯定要扒了你的皮 做梦子吧 小鬼头 府里发生的事 老夫人难见不知道 他都不想戳穿小魔王的混 这小子无限度的乐天派 感觉令人想发想 等进了姑 你就跟着我 别乱跑 有我带着你 保证不会出错 某人啊 也是第一次进宫 在皇宫犯错 可是很严重的 我看他怎么应对 我都听你的 徐婉眼观鼻鼻关心 对他的隔空嘲讽不高 他虽然是个侯府心富人 但在京城一无党 二无敌家 三无丈 侯府虽然有钱 但贵人们看不上 商户出身的狼狼 对他们更没什么关系 就算有也都是看不上 只要他不出风后惹事 那些贵妇们 大多不会找他吧 风景城 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谁要 你有病吧 等着我 干什么 想找他吗 我就是没想到 堂堂远阳侯府的未来 小侯爷竟然如此 抠门 送出去的东西 还要收回来 难道你家里 真就这么穷的 接不开过了吗 东西是我的 我想送给谁 就送谁 想要回来 就要回来 契约在我手上 你难道还想抢不成 还接不开锅 也不知道是谁家 接不开锅 你要有钱 你怎么不自己买 天天找我要东要西的 你休不休 你要了我的东西 也就罢了 转头送给平民窟里 那些下贱的贱名 是什么意思 是觉得本公子 连那些贱名都不如 宗景城 你侮辱人 也要有点限度 平民窟 是喝金蛇吗 我什么时候 把汗水宝满 送给金蛇了 难道是许婉 把我的马卖了 换成银子 当作我以后的月银了 小魔王想起 许婉那计较的样 倒是很可能 干出这种事 但是咱要凭什么骂人 骂谁贱名呢 人家有名有姓 他叫金蛇 再说了 本公子的东西 想送给谁 就送给谁 难道还要经过你存意吗 你又不是我爹 一个侯府的 一个伯府的 这朝起家来 怎么都差一个级别呢 翟家那小娃娃 怎么干的 此言诧异 翟家虽然是个伯府 但他家如坚正的圣仇 再看侯府有什么 孤儿寡母的 能嫌起什么疯吗 说话的妇人 看起来身份极高 所以才敢这么 光明正大的嘲讽两家 眼神里都是亲密 许婉听见 孤儿寡母这个词 下意识中 虽然宗赵已经消失八年了 但毕竟没有宣告死亡 这人当面说这种话 未必太难听了 你说谁孤儿寡母 我爹还活着 谁许你救她的 瞧你这孩子 这么激动干什么呀 我就是随便收手 快进去吧 别叫太子和太子妃等起来 别碰我 你这个坏女人 你说什么 大胆 你竟敢跟 敬国公夫人如此说话 还不快认错 叫你坏女人啊 怎么样 这位就是宗赵家的媳妇吧 你房里孩子 教得如此不得体 你这个做母亲 难道就不管管吗 宗景成脸色更黑了 许婉跟他不对吧 肯定会跟他一起对 确实 这孩子教起来 是挺费力的 我就知道 这女人 根本不会跟我一世的 但这事确实是您的不对 您胸怀宽广 肯定不会跟 小孩子一般见识 这里就有劳您 跟孩子道个歉 你 你说什么 我是不是听错 这女人竟然要让 我跟一个小孩子道歉 宗景成也是猛 徐婉怎么突然 转型要帮他了 小魔王钢铁般的心 突然有点怂动 远阳侯府 是待为朝廷尽忠 我夫君的弟弟 战死沙场 夫君也在战场中 下落不明 武将们无人不痛惜 就连当今圣上 也总是念叨了他们 若圣上得知 他忠心的臣子 被人诅咒 想必也会十分震怒 您说是不是 天道天道天 敬国公夫人 这是准备逃走吗 放肆 你胆敢侮辱本夫人 太子殿下家道 见过太子殿下 东眠礼吧 怎么回事都挤在门口 英和士起了争执 徐婉抬起头望去 男人一身银月色 长袍修体 说话间眉眼温暖 除了脸色 有点病弱的苍白以外 周身都好看得 如同佛子下落 这便是传闻中 爱名如子的太子殿下 楚衡 给殿下见笑了 我这正要进去呢 宗夫人非拦着不让我们走 也不知是想 等我们说什么话 徐婉见太子都出来了 也不好意思 跟他扯些夫人之间的闲话 男女毕竟有别 是误会 敬国公夫人请 哪有误会 不准走 他诅咒我爹 还没有道歉呢 差点忘记 还有只祖宗在这了 这个孩子是谁 小儿是远阳侯府的 敌长孙宗景成 小孩子说话没有分寸 还望太子殿下见谅 宗景成原来是你 殿下 这位宗景成就是宗赵的儿子 今年刚好八岁 敬国公夫人 特意咬得宗赵两个字 生怕太子不认识这小孩 谁都知道 宗赵虽然跟太子 从小一起长大 亲密无间 但八年前两人 突然大吵了一点 从此形同落露 你都长这么大了 您认识我吗 你刚出生的时候 我还抱过你 哦 那我不记得你了 没关系 你说说看 你这是怎么回事 太子殿下 您怎么 太子不是跟宗赵绝交了吗 他怎么还跟宗赵的儿子聊上了 太子并未理会 敬国公夫人的部门 只专心听宗景成 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随即眼睛便望向了 最开始便开始惹事的宅 生而为人 无分贵贱 你既觉得那里的人是贱民 那必是看不上了 来人 屈通之为远伯府 故要将宅要送去平民窟养着 让他且身体会体会 他口中贱民的生活 任何人不得暗中帮助 呦 不要 我不要去平民窟 太子殿下我坐牢 求您开恩 劳劳我吧 殿下 殿下饶命 带走 殿下 发生了何事 这里人多口杂 若有事 让他们先进来再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方才 敬国公夫人说了句不好听的话 小孩子不懂人情 想要个道歉 那夫人跟他说一声就是了 跟孩子叫什么敬呀 我 敬国公夫人敢怒不敢言 事到如今怎么全程自己的错 他堂堂国公夫人 怎么能跟一个孩子道歉 他要是道歉了 岂不是认输 甘等了一会儿 也没见敬国公夫人道歉 敬国公夫人 你难道要让殿下和本宫 在这里陪你耗得天黑吗 切身不敢 切身这就道歉 这就道歉 对不起 我不该诅咒宗小侯爷 还请宗夫人和宗公子原谅我的口无遮拦 哼 这可恨的小兔崽子 等他离开了东宫 一定要他好看 敬国公夫人客气了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孩子一般见识 当然不会了 好了好了 事情既然解决了 大家都进去吧 锦诚跟姑一起做吧 你们到底是有什么奸起 怎么才刚见面 就黏黏乎乎的要做一块了 而宗景成刚被太子帮着教训的宅药 还帮他在敬国公夫人内出了气 正对他有好感 好 有太子替他们出头过后 一屋子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桂卷版 打量的目光全落在许婉二人身上 实在让人如坐针毡 而太子妃脸上的笑容也有点挂不住 他嫁进东宫一直无所处 虽然事实是太子并落 同房五年也怀不少 但总有人喜欢把锅推到女人身上 偏偏太子为了他又不肯再举策 眼下太子表现出极其喜欢孩子的样子 其他人看太子妃的目光就更复杂了 宗夫人来本宫身边坐 于是许婉被太子妃安排在旁边坐着 两个笑面胡女人你来我往 竟然聊得投机 太子妃到底对许婉没什么论 许婉毕竟是刚嫁进侯府的 就算太子跟宗景成有什么关系 他这个心腹也未必会知道多少内气 本宫看殿下挺喜欢你家景成的 弱德空常来东宫坐坐 可别只窝在家中让他读书 这么大的孩子容易给憋坏了 多谢娘娘厚爱 景成性子顽劣 孔靖宫 反扰殿下跟娘娘 带妾身再好好教养一段 再送靖宫来 行都晕你 本宫看你这纪武做的真是尽责 倒是比很多亲生母亲都上心 那当然了 亲生母亲带孩子全靠母案 而我带孩子是靠那一个亿的大饼 孔子来了都得压着宗景成 每天学八个时辰 都是受我家婆母所托 妾身也不好辜负他老人家的看重 你家婆母也是会看人 瞧瞧你把景成叫得多好 本宫才得知他在门口直言不讳 将宅家那个顽裤子 数落得回不上话 反应快 品德也极为端正 你说说那些孩子 本宫听说 还有什么四大顽裤排行 上榜的 全是十来岁的小孩子 调皮捣蛋起来 比大人都难管 可没有你家景成省心 徐婉生平第一次觉得如此的一言难 太子妃好意夸景成 但好像拍到马蹄子上 那个景成好像也在这个榜上 啊那榜单是不是有问题 里面另外三个孩子 会不会也被冤枉了 还有一个你也见过 嗯 就是宅药 太子妃生辰办得不算太大 皇上和皇后都没有过来 只有各家女眷来得比较亲 而徐婉也在宴会上 见到她那个敌妹徐婉 正坐在晋国公夫人身边有说有笑 这可真是 什么人跟什么人玩啊 徐婉儿如此讨好她 莫不是想嫁进晋国公府 晋国公府可是有未成亲的嫡子 嫡长子今年刚入冠 年纪轻轻就已做到了四品官 人体能力俱佳 想嫁进晋国公府的贵女不少 听着是个不错的青年才俊 以我父亲行不上书的身份 倒也够得上他们晋国公府 我姬母这家选得好 这位嫡长子 在外面养得有个小情人 还曾是怡红院的头牌 这你都知道 是翠柳在外面办事时不小心碰到的 老夫人不许我们乱说 这在京城里几乎没人知晓 真复杂啊 表面看起来是香波波的青年才俊 也可能是巨大的天坑 算了 让她跟晋国公夫人好好地宅斗去吧 宴会结束后 宗景城抱着太子送了端宴 乐颠颠地傻笑了一路 许婉头痛缺的服务 眼看和小魔王的约定过几日 她就完成了 担心她会继续撂挑嘴 必须得想怎么让她继续好好读书 经中可有让学子们比试背书的地方 背书 每个学院的月考里倒是有这项 不过他们都是自己院里的学子互相比 还有童子科也是讨这些 讨得会深一些 那是朝廷又玩选拔神童的 只有12岁以下才能参加 若是童子科中榜可以破格参加科举 不用受科举最低年龄限制 也不用再讨童生和秀才 许婉文言心中一动 这个童子科刚好能解决宗景城的年龄问题 如果顺利的话 三年就能拿到一个亿 而不用等到六年后 但想了想小魔王现在的进展 算了还是别太乐观了 那个学院里的月考 景城和文修能去参加吗 我可以出树修让他们入学 考完再退学 当然可以 学院巴不得只收钱不教孩子 只是书院那边是按年龄分班的 两位公子一个八岁一个十岁 会被分到两个班 考试的难度也各不相同 给他俩报名 考试这日就是宗景城学习的倒数第二天 宗景城不情不愿地坐在马车上 我最烦这种东西了 你这时候喊我出来 就是想拖慢我的背负禁度吧 急性歹毒啊 今天考完就给你发月银 你会这么好心 他不应该是想尽办法 拖着我多读几天书吗 当然 我一直是这么善良的人 你看我会信吗 必须一张试卷 谁还不回答了 我想考赢你们 简直轻轻松松 严格是月考 他们怎么这时候来报名录学 这两人一看就是有钱人 只要树修洒的狗狗 别说月考 课考当天也有院长亲自接待 我最看不上这种 靠家里的米虫 要不是走运投了个好胎 他们连书院的大门都考不进来 谁让人家命好呢 就算脑袋空空 也有的是卷子给他们乱话 哈哈快别说了 那个矮个子的小子看过来了 瞧他那不愤的样子 靠爹还不让人说了 神气什么啊 东景成来参加月考 本来就不开心 结果还听见几个人说他坏话 瞬间就气场了 你们两个说谁靠爹呢 说你呢 小子这是月考 你有胆子进去考试吗 别哭着出来说不会答 本公子本来就是来月考的 区区一张试卷 谁还不回答了 我想考赢你们 简直轻轻松松 好你叫什么名字 穿得花里胡哨 我倒要看看 你能考出来个什么 钟景成 你们呢 别等我考完 躲得找不着人 我是吴书森 我叫张智 小子你考不过我们的 更考不过我们书院的考生企业 好 我记住你们了 到时候看谁榜上无名 哼你别考过了 要退学 这个棍杖 他到底又没有一点文人该有的奇迹 身后宗文修警跟着弟弟进去考场 而徐婉还在跟院长说话 方才院长见状本来想过来 但被徐婉拦下了 夫人 方才那两个学子虽然不太懂事 但课业很扎实 每次都能拿到乙 小公子跟他们比是怕实 没事 我家这小课业也不错 侯府的孩子就是优秀 是老夫过于担忧了 夫人教子有方 佩服佩服 对了 方才那两个孩子说的秦业是什么水平 秦业是我们书院很有名的学子 虽然年纪小 但学习的功课都能掌握 不仅每次都能拿奖 也几乎不会答错题 试卷做得非常漂亮 那就请这位秦业好好发挥 坐稳他第一个位置 嗯 清波书院的月考一共两场 但下午的时候 宗文修最先走出考场 文修 你考得很顺利呀 是全学院第一个做完试卷的人 我也是第一次做正经的试卷 不知道正常的时间该是多久 只听着监考夫子说做完就能出来了 好好好 不愧是远杨侯府的孩子 老夫今日真是开眼界了 就这个答题事件 足足把我们学院的学子 拉出半个时辰的差距 文修现在也是学院里的议员学子了 好好好 是也是赢 宗文修跟着作家又等了半个时辰 逃场里陆续有人走出来 却不见宗景成的事意 他有些担忧 许婉看穿了他的想法 景成字写得还不太熟练 他也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体谅 需要多花些时间 宗文修一想也是 他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 速度比弟弟还慢 后来他就日日练字 边练边背 越积越累下才将速度提上来 这么想着他又稍微放下了练习 但还是坐不住 小魔王还没出来 红考场的张志和吴苏森却率先出来了 两人朝着宗文修的嘚子 模样皮皮的 院长额头轻轻直跳 想要阻拦 生怕这俩孩子把侯府给了对 院长喝点茶吧 孩子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处理 院长被唬住了 他诧异许晚不停 没有让他给自家孩子做 还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这是对自家孩子都有自信的 那两人见院长不动 态度更加嚣张了起来 这次月考的提贼男 你那棒大话的弟弟 在里面焦头烂额的考试呢 我看他一会儿就得急呼 你们还是做好红小少爷的准备吧 哈哈哈哈 宗文修是个非常设恐的人 怕见人 怕跟陌生人打交道 更怕得罪人 但是眼前这两人在侮辱他的弟 考试比的不是速度 而是对学识的掌握程度 我对我的弟弟非常自信 自信他一定会比你们考得好 写个试卷要花那么久的时间 还不是做不出题的原因吗 有些人就是嘴叶 不倒黄和心不死 失忌肚里的墨水还没眼泪多呢吧 反而天使吧 是我不再欺负我兄弟啊 等出结果那天 我要你俩好看 这精神头 我觉得小魔王还能再去做十张试卷 这破试卷没完没了 做了几页还有好几页 显得我手多疼了 是肉酸疼还是筋脉酸疼 多疼 我给你暗暗学道 这个是福一教我的 对缓解酸疼会有帮助 顺子眼瞅着他家小祖宗一副 要泪麻的虚脱样 陌生到简直跟两个月前的小顽固 潘若了 但看着此事享受被按胳膊的小公子 又觉得似乎哪里不对劲 徐婉知道哪里不对劲 小魔王的胳膊根本没到酸疼的地 这小子就是想享受别人伺候他 演技还差得要死 走了回府让福一给你暗 你兄长也刚考了一天的事 让他给你暗胳膊你良心 会痛吗 要你管 你能不能离文修远一点 把人当柱子呢 没力气 有本事你把我抱起来啊 好厚的脸皮 一会儿就把你扔下去 马车晃动着 小魔王的眼皮眨几下就睡着了 车厢里安静如针 徐婉间威胁人没应答 随后就听见那小子均匀的呼吸声 这都能睡着 你太惯着他了 这样以后他会蹬鼻子上脸 受欺负的这个是自愿的 月考结果后日才会出来 明日让弟弟休息休息嘛 他月银拿到了 只怕不会再来书房 只等后日的月考结果吧 你考得怎么样顺利吗 还行 应该不会差太多 第一次参加考试 考多少都是个起点 你比他们本就晚读书这么多年 真有差距也是正常的 不然他们才要被刺激的呼 知道了 谢谢夫人 到家的当晚 宗锦城又开始狂吃 由于一整天又闹过 就连宗文修的饭量也跟着上来 小孩子吃饭香 大人们瞧着心情也好 讨厌着身体反应 小魔王本想一觉睡到中 结果连着两个月早起 生物钟都养成了 星辰到点就睡不着了 公子 夫人已经把这个月的月银 给咱们了 不言也回来了 这个家美女实在太苦了 陈公子您的戏太多了 宗锦城好不容易结束 这苦地的读书日子 拿着领回来的五十两银子 料上不言顺子一道 去贫民窟看经者 顺便瞧瞧宅药的苦日子 徐婉倒是没想到 这小子精神这么好 一大早就溜出去玩 就这旺盛的经历 还好意思让文修伺候他 这小混蛋 翠之 那个叫不言的武功如何 不言是从前 陪小侯爷练武的 武功高强 在京城少有敌手 陪小侯爷练武的 徐婉知道宗销是武装的 他的陪练绝对高 但是 就他们三个人过去 马夫呢 不言会驾车 还真是实相权呢 怪不得小魔王 天天嚎叫着要人呢 让翠柳暗中跟着他们吧 平民窟里面人缘复杂 若是有人对小魔王 起了歪性思 只怕不言一个人 也应付不过来 更何况 宅妖也在哪 上次翠府的管家 还在平民窟抢孩子 他虽然不明白 这其中的关键 但心里总是吐吐的打鼓 是 龙逼这就请安排 夫人 慰愿伯府的翠夫人求见 嗯 他来见我 八成是为了翠妖 宗夫人 求求你救救我啊 徐婉见一脸憔悴的翠夫人 心里暗自打鼓 都说母亲担忧孩子 憔悴是正常的 但是看着翠夫人的模样 他总觉得哪里不对 翠夫人快请坐 你这怎么成这样了 都怪我家药儿不懂事 嘴里说了那些不好听的话 才惹得太子殿下发怒 可是药儿才九岁 从小仅一御时的仰仗 去平民窟药怎么受得了啊 宗夫人 求求你跟殿下说说情 让我们药儿回来吧 要打要罚都让我来替他 翠夫人 这是说的哪的话 命令是太子下的 我家主事的男子 接不在府中 我一介夫人 如何能去太子面前说情 夫人要不请翟老爷去试试 我家老爷不愿意去求 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 才想着求你帮忙 那日宴会之后 众人皆知太子喜欢你家景城 若是你让景城开口去求 殿下一定会愿意放药儿回来的 夫人 实在不是我不想帮忙 而是我有心无力啊 我就是一个新嫁过来的妓母 哪有亲生母亲说话管用 景城那孩子在京城的名声 你又不是知道 他不给我找麻烦就不错了 哪里会听我的要求 他这话说的违心 宗景城虽然与他不合 但只要他肯动脑筋 有的是办法逼小魔王答应 但是凭什么呢 眼前的翟夫人 一脸演戏很近 指不定下一秒就要翻脸不认人 他可不想为了这样一对母子 去消耗自己在小魔王那边的印象值 宗夫人看来是不愿意帮忙了 果然变脸了 连一盏茶的功夫都没坚持住 实在是有心无力 我家老爷乃平阳郡主的独子 得罪了我们翟家 可不像得罪了一个普通伯父那么简单 夫人说笑了 我如何敢得罪您 平阳郡主是最受先皇宠爱的 若是他愿意出面去东宫 想必太子殿下也不会不放人 就你拿平阳郡主来压我 怎么不敢去压太子 瞧给你能的 你 你如此不讲情面 我思来想去是仗着娘家的事了 你父姐虽为行不上书 可到底是寒门出身 若他办事出个什么意外 可难保不会提前告老还乡 还有这种好事 我得罪了人给算在扎爹头上了 可以可以 方向正确 最好能让那家伙早点告老还乡 家父为官清廉 身正不怕影子邪 夫人想以此威胁人 莫说是我 就是我父亲 在这也不会屈服 好 那我就看看你父亲 到底有多清廉 眼瞅着他的身影完全消失 许婉端着的架子这才放下来 最后直接放声大笑了起来 夫人笑这么夸张 要是给宅夫人听讲 还不得气死 哈哈你不知道 真的很好笑 我爹估计都不知道他如此清廉 要是真查出来什么问题 对您的名声也不好 别担心 我那扎爹虽然糊涂 但做官最是谨小慎微 否则也不会从一个榜眼 做到如今的六部尚书 宅夫人因我而去查我爹 最多是烦他几天 查不出来什么东西的 那就好 准备一下马车 我们过去等警程 许婉坐着马车 候在了平民窟外面 并不掺和小魔王 去当资助金哲的善人 他担心宅家会在这里 对小魔王鼓励 便叫了许多人在这等着 若是碎柳在里面 传出不好的消息 他也好进去捞人 小魔王那边就热闹了 载着扮车厢的东西 公子到了 屋顶是新修的 门也是新的 原来有没位的入字 被子都换了 还有京哲身上的伤 也很快就好了 京哲我家公子来看你了 一个月不见 你看起来长结实了 全靠成公子送来的救命名 我的妹妹才能在这里活下来 以后京哲这条命就是您的了 宗景成头一次被人当成 救世主来感谢 心里的成就感无可兵 跟京哲说话的时候 全程都在哈哈 不言在后面看得都很惊奇 短短两个月没见 成公子竟然这么爱笑了 你不懂了吧 全靠夫人叫子有方 你说这种话不怕被公子打吧 这不是悄悄跟你说吗 也就咱们公子反应迟钝 没察觉到自己的变化 换老侯爷见了 说不定都以为成公子被换魂了 最近确实听说 有个贵公子被罚进来了 就住在隔壁巷子里 门口有两个侍卫 看守着不让出门 我在家都能听见他的哭声 还哭了 小魔王不敢相信 这是他印象中 天不怕地不怕的 王库兄弟宅药吗 想着那日宅药 在东宫骂丁哲是贱民的话 哭一天还是太轻了 怎么也得哭上一个月才行 这么想着 他起了去看宅药的兴趣 不知道那小子 现在有没有这种 以后还敢不敢再当年骂他 哭得很惨 声音也很大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我妹妹都被吓得睡不着觉 那太造念了 我去让他晚上哭小声点 挺贴心的 但好像哪里不对劲 出去我宅药就是饿死 也不会吃这种猪食 这个粮食仍叫太浪费了 是这个起码能顶一天不饿 炸药还是饿得太轻 太子殿下罚得对 他就该在这里好好磨磨性子 东景城看完热闹本乡走 却见屋里走出来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 他面目哭了 脸上都是愁苦之色 这是什么人 炸药不是自己住这吗 他们把炸药送过来后 住在了赵爷爷家 应该是担心他没有吃的 所以给赵爷爷发了一些粮食 让赵爷爷照顾他 但是炸药并不吃这里的东西 还经常对赵爷爷又打又骂 他还敢打人 还没等经者点头 就见我里扔出来一个摆档 正砸在赵爷爷钩楼的背上 老人家猝不及爬埋着一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赵爷爷只会欺负老人家的王八蛋 本公子打死你 东景城 你他奶奶还敢来 老子才要跟你拼了 两个小孩牛打在一起 催我一起 我都疑 两人都是经常与人物 打架都是成人物 这个身手都好不得了 但老人毕竟 你能跟不上 最后对东景城摁在地上 我让你动手还敢打本公子 你知不知道本公子是全京城战力最强啊 今天非做的你买地找牙不可 打架就打架 怎么孩子夸起来了 谁给您封的全京城战力最强啊 救命 只要在这里孤立无言 门口两个侍卫只负责不让他出没别的步伐 而不言和顺子也不插手 所以小魔王揍人做得非常爽 但没过多久 放开我家公子 顺子回头 没想到是窄管家 原本还凶抱拳的不言 下意识拉到警戒状态 挡在了自家公子身前 做好动手的准备 住手都给我住手 宗锦城 你在敢动我家公子试试 我又动了 怎么样啊 小魔王的脸上也挂了抬 他仍然笑眯眯的 脸颊的小九窝乖巧的路着 但行为却如同小恶魔一般 动手就下公子 他说完身后十几的大汗一拥而上 顺子十向的后退 只见不言从地上捞起 被宅药砸坏的耳朵 朝着宅家的人而去 宅管家本以为是十几人虐他自己 结果博府的人却被他一人打 四处好算 是不言 他是侯府的不言 以前宗小侯爷的陪练 那可失误状怨的陪练 能以一抵白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上了都上 打不过就叫人 去外面叫人 太子殿下有令 不允许任何人私下帮助宅药 但是宅夫人不放心 叫了府中的打手下人 都在平民窟外面后 就怕有人敢伤害他的 所以这一次一叫人 过来了黑压压的一体 这还真打算 让不言以一抵白了 小公子 你往后退一点 虽然不言能打得过他们 但人太多了 他要是抽出人手冲你来 奴才就拼死挡在你面前 你又不会打架 走开 本公子有自保能力 我家小公子 人好好啊 我可能是史上第一个 被主自保护的仆人 顺子决定 今天就是死在这 他也要做宗景城 最中心的下属 谁知道还没等他动 自家小公子 就冲出去要加入战场 那架势不像是被破人 更像是主动凑热闹 但对方到底都是打手 还都是成年人 不管是体型还是武力 都在宗景城之上 一枪孤勇的小魔王 很快就被踢下了 小公子 宅家的打手提着宗景城 用力朝墙上杂取 这一下如果杂实在了 不是喜就是惨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一道身影 踩在两边破旧的玉屋底上 直朝宗景城而来 费流 你怎么来了 公子别怕 夫人也来了 啊 景城闻言迅速转头 果然见到不远处那抹身影 他身后冲来无数夫人 那些都是侯府的人 许婉迈着不子从容走 眼见着侯府的人 将宅家包围 原本还不立的形式 瞬间被盗住 没有我们侯府的允许 谁敢动景城 这是第二次了 居婉又站在了他这边 宗景城心里如万马奔跑 胸中暖意连连 大傲娇的小家伙并不想承认 只把脸硬 故意不看他 宗夫人 你家景城公子 突然上门来殴打我们少爷 这笔账咱们可要好好算算 你还好意思找我们换账 咱要这王八蛋 我打他一顿 我换亲的 要不是你们拦着 我还能再打一货 宗夫人 这是你怎么看 现如今我们老爷 夫人还不知道 否则这是绝不可能善了 是宅妖公子 踢翻了这位老人家 成公子看不下去 才出手的 许婉顺着目方看去 赵爷爷正被金褶扶着 满脸痛苦 景城动手或许不理智 但却是你家宅公子 有特在先 更何况他们两个 都是八九岁的孩子 孩子之间打打闹闹 实在正常不过 而你宅管家 却将事情闹大 以百人之势 围攻我们侯府的遗孙 你又居心何在 这怎么划到她嘴里 全成了宅家的错了 不对 本来就是宅家的错 她说的对 看来宗夫人 事故一装傻充愣了 好 那我们这就回府 并报老爷夫人 让他们到太子殿 下面前评评理 你们尽管去 但我可要提醒你们 好好想想 宅妖之所以 被殿下处罚的原因 是什么 宅妖这次被锦城打的原因 又是什么 别告状不成 又领了一份打回来 这就不劳宗夫人操心了 我们宅家自会处理 带公子回府 看服役 站住 太子有令 任何人不得带走宅妖 宅管家见他们两个人 这时候不蹦出来 气得险些吐血三声 你们是负责看着我家公子的 可妨才宗锦城将他打成那样 你们为何不出手阻拦 太子殿下没下过这个命令 你们 举碗带宗锦城回府上药 这边刚涂完药 就听见翠柳汇报来的消息进展 夫人 宅家老爷夫人 果然去东宫告状了 哈 然后呢 然后被太子妃拒绝接见了 太子妃真的很有个性 我看她性格是很温婉的 但每次这种得罪人的角色 都是她来充当 真是贤其典范 太子妃的原话是说 太子殿下身体不好 让宅家不要拿这种小事 来烦扰殿下 宅家夫妇 别说太子的面了 就连太子妃都没见到 也好 省得真把宅妖罚中了 宅家夫妻俩 真要狗急跳墙了 不过宅妖真的很健大 真不愧是你们京城四小丸裤呢 友谊的小船没超过半天就烦了 直到第二天去清锅书院 看成绩的时候 小魔王还愤怒的坐马车里登上 小子 希望待会儿看了成绩 你还能有这个精力逗我 哼 本公子对自己的实力 非常有信心 待会儿肯定让你跟那俩人 孵的头都抬不起来 吹牛皮 你好讨厌啊 我们去看成绩 你跟来干什么 哦 当然是想到面 看到你牛皮吹破了呀 那我可真是谢谢您了 对我的关注了 不客气 这是身为母亲的我 应该做的 哼 这次就当做一次摸底考试 你虽然每天很努力在学习 但到底时间太短了 所以就算考不过人家也是正常的 不要觉得伤了自尊心 下次再考过来就是了 徐婉有欲 宗文修跟宗景成如果做同一份试卷 一定能考得不差 但他做的试卷更难 只读了大半年的书 就要跟别人学了几年的课 考不应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但文修这孩子不一样 内向心系的孩子很容易钻入牛皮肩 困死在自己的高标准 从而心态破裂 宗文修也确实很紧张 想看自己的成绩 又怕考得太差 听徐婉这么一说心里暖暖 有时候在夫人身上 他真的能看到母亲的影子 夫人对我真的非常好 多谢夫人 文修听进去了 原来你也不是不会说好话 好话也是要分人的 有人听了好话深受鼓舞 努力学习 有人听了好话盲目自信 变得膨胀自大 就开摆了 是吧 景成大少爷 宗景成又被贴脸害大 还是受不了这股窝囊心 停车 宗景成跳下马车后 宗文修想拉他拉不住 为难地看着徐婉 反正快到书院了 就让他走着呗 这小子一点也不傻 知道没几步路了才敢翻脸 是个做官的好材料 新波书院每次月考后 都会模仿科具考试 将学子们的成绩贴出来 只排到前120名 榜单从左至右 左为榜首 右为榜尾 宗景成方才在马车 听了徐婉一通开头 好奇地拉着宗文修过去找他的排名 宗文修并不自信 从榜尾开始看的 刚看了没多久 便找到了自己的排名 第一百零六名 考生成绩按甲一柄 叮排为四个 每一等之间 再按答题正确率往后排名次 能上前120名的学子 最差也能试为 看到这个成绩 宗文修说不上开心还是不开心 上榜了 这样也很好了 怎么可能才106名 这个排名就是说明 清波书院在童年级段 比宗文修强的学子有105个 正常的 我毕竟比你大两岁 要学的东西还有更多 走吧 我们去找找你的成绩 你肯定比我考得更好 说起小魔王的成绩 那他本人就相当自信了 这下不用宗文修带路 宗锦诚仰的头就往榜首跑 他自信一定是全院敌 榜首第一名 瞧啊 秦也 又是他 这家伙太猛啊 自从误学以来 就没调到过第二名 第一竟然不是我 这份自信是我 这辈子都不会有的 宗锦诚点着脚往一瞅 只见不止第一不是他 第二也不是他 而是一个叫张志的 怎么会是他 夫人不是说 张志每次考试都只是姨妈 他怎么突然上甲了 还排名第二 这件事诡异到 连他都察觉到不对劲 宗文修一目失行地往下找 直到在榜尾看到了 两个他的名字 119 宗锦诚 120 吴书森 怎么会这样 宗文修不可置信地 看着那个排名 虽然弟弟背书全靠死机应备 完全不懂真实要表达的 意境和思想 但是一文他都背下了 在这个年龄的考试里 根本不会考那么深 弟弟本该是绝对大杀四方的存在 怎么可能才考对 还有那个张志 他不是跟吴书森是同水瓶的学子吗 怎么突然冒到了第二名 你干嘛去那里找我 我怎么可能会在榜尾 宗锦诚见他跑到榜尾 十分生气 还没等定金王榜单上看 就被宗文修抓住 这个榜单肯定是假的 我觉得也像假的 你怎么可能才考个椅 不 我考椅可能是正常的 但你考椅绝对不正常 宗锦诚瞪大了双眼 头瞬间扭到榜单前 一眼就看见自己的名字 跟吴书森并列在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 我怎么才考了个椅 绝对不可能 我们去找夫人 请他帮忙去查 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找什么找 就是出问题了 这破夫院竟然敢把本公子 放在道府的排名 简直是无辜可恶 还挂出来给这么多人围观 无辜加倍 本公子砸了他们 说着小魔王直接掉头 挤开前面看成绩的人 一脚踢翻旁边的书桌 又将那大红色的榜单一把撕下 长长的红纸被火速撕的吸碎 惊呆了众人的双眼 宗景成将那些碎屑扔的满地都是 最后气不过还又踩了好几脚 围观看成绩的学子哪见过这阵仗 这是什么嚣张作派 你是谁呀 为什么把榜单撕掉 就是哪里来的混世魔王 清波书院岂是你撒野的地方 宗文修第一次遇到这样不公平的事情 若是自己必然咬牙忍忍忍就算了 但是弟弟不一样 他那样骄傲的嫡孙 怎么能说这种委屈 可他没想到 跟自己不起勇气找夫人求助不同 小魔王本人直接先瘫子了 呦呦这不是前天吹牛的大小子吗 考不过我就开始撕榜单 输不起了吧 我看也是考不过了 脑羞长梦 不然怎么会在书院发疯呢 你说谁考不过你 就你那成绩 怎么可能考到第二名 肯定是作弊 还有你 倒虎第一 叫什么啊 你不说什么 考试的题都是我一道一道答的 倒数第一又怎么了 你个倒数第二 好意思嘲笑我 咋个屁 就你们那试卷 简单的要题 要不是你作弊 我怎么可能排名这么低 臭小子 你知道什么是作弊 作弊是自己的试卷作假 跟你考这么烂 有什么关系 难道还有人控制你考杂不成 宗锦诚和宗文修率先跑过来看成绩后 徐婉便静止去了院长院 他想看看两个孩子的试卷 跑根据错题情况来判断后续的教育方向 哪知还没等找出试卷 便听见外面学子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院 院长 大事不好了 有个学子没考好 把榜单给撕了 现在还在砸桌子 徐婉不确定是不是自己太敏感 一听到这么嚣张的学子 立马就想到了小魔王 什么 快跟我说说是什么情况 院长顾不上再给徐婉找试卷 跟着学子就朝外走去 徐婉也紧跟了上去 到那一看 果然是小魔王正跟人吵架 要不是有旁边的宗文修拉着 那混小子还跃跃欲试着想动手 院长见到宗锦诚 这才意识到惹事的学子是谁 果然是京城那位恶民昭著的混世魔王 就知道让这个小魔王进书院会有这一天 但没办法 侯府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换水也拒绝不了 宗公子可是有什么误会 院长 是他说不起 考了个倒数 就把榜单撕掉了 害我们都看不了成绩 是啊院长 我们不过是上前制止 他就跟我们吵起来了 这样胆大妄为的学子 怎配留在我们书院 不是的夫人 是我怀疑他们的成绩作假 弟弟这才冲动撕了榜单的 成绩作假 徐婉也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魔王必是得了个极差的排名 但与他的实力并不相符 别人或许不知道宗景成的真实水平 但他跟宗文修是知道的 院长不如还是先查查 两个孩子的试卷吧 刚好我也想看 景成答得怎么样 那就跟我一起过来查看试卷吧 宗景成的试卷答得其实不错 只要做的题都答对了 想来应该是读书进度 还差一些没赶上 还是院长畏眼如炬 景成的题答得也不错 虽然一文上掌握得还不太好 但字写得非常漂亮 他这话一说 徐婉和宗文修瞬间一起看了过来 小魔王的自豪 这句夸奖应该就宗景成本人 可以厚脸皮的接受吧 试卷果然有问题 不然 这次张志考了第二名 麻烦院长把张志的试卷 也拿出来看一下吧 看我的试卷干什么 因为我怀疑 是你偷了景成的成绩 你们凭什么看我的试卷 那是我的东西 我不允许别人看 你心虚了 谁心虚了 我这是保护自己的隐私 月考的笔是书院的 卧是书院的 就连纸都是书院的 院长有权利查看 任何一个学子的成绩 那那就只能院长一个人看 可以 文修你带景成去那边写几个字 给院长对比字迹 宗景成虽然不情不愿 但是有宗文修加在中间 还是过去随便写了几句战国课的前两句 宗文修将字迹拿过来 院长一看嘴角抽搐 跟那份倒数第二名的试卷对比 字真丑啊 几乎每个字都正常的大一倍 整张纸被大字称的满满当当 跟试卷上漂亮的小字相比 简直对比惨烈 他可能是故意写丑字 或者换手写了 那就请院长再对比一下 景成和第二名的试卷笔记吧 干嘛不对比第一名的 我怎么可能考第二 因为第一名很强 比你强 不说八道 我要对比第一名的 你要个锤子 这么紧张的时候 弟弟还有心情跟夫人拌嘴 院长拿出张智的试卷 一打开就感觉 天灵盖被这破字给丑翻了 这份试卷里每句话都是在顶和写 甚至还有想往外面蔓延的架势 院长办书院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这么奇怪的丑子 但这丑子跟宗景成方才所写的 确实是相同的笔记 雷惹 去把月卷的夫子给我叫过来 第二名的试卷 肯定也不是我的 那女人看不起我 要我肯定先去查第一名的试卷 哼 等待的功夫 院长又给了张智一次机会 让他也现场默写一句话 准备对比笔记 张智手抖着 故意将字也写得难看 你若不配合 我也有的是办法查证 张智心房崩溃 整个人惊慌不已 接下来的时间就像在等宣判结果一样 年考试卷笔记对下来 那份替换了宗景成成绩的试卷 确实是张智的笔 月卷夫子见物证俱全 吓得连声认错 院长对不起 是我见钱眼开 那张智 张智昨日偷偷塞了我二两银子 我就想着这次试卷 反正不会给学子们看 舅舅 舅什么舅 就为了二两银子 你就敢对宗景成下手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们清波书院百年的名声 都要毁在你手中 二两银子 二两银子 就埋走了我的成绩 夫子调换学生事件 影响月考公允 即日起 清波书院不再聘用此人 张智 贿赂夫子弄虚作假 偷取他人成绩 即日起逐出清波书院 无数词诅咒为虐 知情不报 如此人品 我清波书院百年清流可收不起你 院长饶了我吧 我是第一次受贿 我会改的 院长 我也是第一次犯错 我年纪还小 不知轻重 你得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都给我滚出书院 院长又命令夫子重新拟写月考榜 宗景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名次上来 跑到了榜首第一列 假第二名 我又查第一名的试卷 你与第一名也有仇怨 不认识他 但他不可能比我考得好 虽然你很强 但你别太自信了 秦也每次考第一名 他的成绩不会有假的 那我不管 我就又查他的试卷 院长叹了口气 还是找出了秦也的卷子 徐婉瞧了瞧 跟小魔王的丑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秦也的字漂亮得好像印刷体 满满当当的试卷上 没有一处错字 再看他的墨写和义武 答得都非常好 堪称完美 小魔王虽然平时非常自信 但基本的审美不是没有 自然看得出来自己跟对方的差距 但是 这是真人写的吗 不会是印上去的吧 这确实不像真人写的 但若是假成绩还好 若是真人笔记 那秦也此人就太可怕了 院长 看来我家孩子并不服气呢 能否请这位叫秦也的学子 过来交流一番 锦城想见识见识第一名的风采 许婉其实这两日命运去查过秦也的 小魔王这次可算是踢到铁板了 是揭穿 揭穿他在作假 谁要见识他的风采 作假有什么可见识的 院长也不脑 笑呵呵地让人去喊秦也 这可是他们正院之宝 未来稳金一甲的头号种子 他当然拿得出手 等了许久 小魔王的耐心逐渐耗尽 怎么还不来啊 宗夫人久等了 方才秦也还在学堂上课 只等了夫子讲蛮才愿意出来 您看这孩子就是秦也 宗景成钉着他打量了一番 对方跟他身高相仿 但性格完全相反 冷得能把周围的人都冻死 他的眼神里没有厌烦 只有不耐 那就写吧 我都要看看 这是不是他的笔记 小魔王说话的语气很差 像是质问和怀疑 便谁无缘无故听了都忍不住生气 院长怕秦也突然翻脸跟他争吵 因为这小子虽然学业很强 但脾气实在不乖 哪知秦也问都没问 静止朝桌边走去 提起笔就开始写字 小少年下笔速度很快 连勤奋刻苦的宗文修看了 都有些自愧不如 我可以走了吗 夫子留的课业还没做完 好好你回去吧 干嘛这么急着走 我们还没看呢 宗景成亲眼见到了他的自己 却还是觉得不可置信 你怎么可能会抢了我的第一名 因为第一是我的 任何人都夺不走 小少年其实并没有很强的攻击性 但他眼里那份笃定的自信 坚定地刺通了小魔王脆弱的心脏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百遍也是这样 你考不过我 小魔王大概这辈子都没遇到 有人能比自己还嚣张的 对方傲得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秦爷甚至 甚至都不问他的名字叫什么 宗景成简直要炸 侮辱 简直是侮辱 这小子太嚣张了 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什么叫抢不走的第一 谁跟他说第一是他的了 第一是我的 是我的 这到底是谁给他的自信啊 徐婉也曾经问过小魔王这个问题 但得到的答案是 他不过是盲目自信 毫无事实支撑 但是秦爷不一样 他的自信来源于他的强大 一个从小到大不缺钱不缺爱 每次考试都能拿第一的孩子 他的自信强到无人能敌 你只是读书时间短 起跑线比他晚而已 若是你也跟他学一样的时间 肯定能轻松考过他的 那是我才学两个月就能考第二 再多学一个月 根本就没他什么事了 你又笑什么 就是个第一迷吗 本公子就给他抢回来看看 小魔王的努力来得比徐婉 预期中还要猛 他以为这小子会继续死记硬呗 把所有的知识都用他来 开挂班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强行记住 哪知这小子一回家 就让顺子把秦也答题中 提到的书全都找出来 史学纪要 地理之 公字 这真是那个秦也答出来的吗 这些书是连修公子这个年纪 都没学到的 是啊 这就是他答出来的 这个可恶的小字 本公子马上就能把他看趴下 宗景成自己拿起书 再也没耐心听顺子念给自己背了 自己看着背下来的速度更快 但宗景成毕竟学习的时间晚 识字能力有限 自己看书经常遇到不认识的字 时不时就要问顺子一句 这个字念什么 那个字怎么读 许婉来看他的时候 已经是三天后了 这个字又念什么 这小子总算吃到葫芦吞早的苦了 基础不扎实 又总想着投机取巧 就会导致后面的学习越来越困难 顺子 景成接下来要看哪些书 你都整理一下给他注上音 这样他自己在看的时候 就识得字的读音了 读音 很多字都是同一个读音 景成会读一些简单的字 那些复杂的字 你就按照同音字来给他注上 还是夫人厉害 奴才这就去准备 这女人是怎么想到的 难道他真的很聪明 接下来的时间 有了注音的帮忙 宗景成学习更方便了 百里系来侯府授课时 看到小魔王的惊人变化 简直要对徐婉竖起大拇指 脱胎换骨啊 夫子觉得景成多久能追上秦夜的进度 这就要看他这股心气能支撑多久了 还是夫子有远见 他就是靠这口气吊着的 非得等到超过了秦夜才罢休 非也非也 嗯 一个懒散惯了的孩子 只靠这股心气是支撑不了太久的 他的惰性会逐渐占上风 到时候夫人可就又得忧心了 说得好有道理 但实话真的好难听啊 怪不得人都不愿意听忠言呢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宗景成又继续在侯府宅着学习 这次是他自愿的 至于徐婉说要给他每月五十两月银的奖励 都被他完全忘到了脑后 而这一次努力 坚持了整整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他不仅理解 背负了上百本书 还时常跟百里系请教如何引经距离 如何将多本书的思想融会贯通 宗文修也被弟弟的拼尽感染 自己也比以前更早起床一时尘看书 学习进度突飞猛进 两兄弟有百里系这样的顶级夫子教着 根本不用去清波书院读书 而徐婉一直帮他俩教着书修 就为了保留学位 好让他们能参加书院里大大小小的考试 时刻检验自己的学习进程 又一次月考 清波书院今日的学子比往常更多 宗景成跟宗文修过来时 两人不知道学院发生了什么事 颇有些一头误实 你们没收到通知吗 这次月考是寺院联考 京成最厉害的三家书院都参加了 那又怎么样 我们考赢他不就行了 但我们学院回回都是寺院联考里的倒数第一 从来没超过倒数第二 徐婉给我找的书院这么差 他是不是看不起我 寺院联考是传统吗 既然回会都考不过 为何还跟他们考 而不选一两个稍微弱点的书院 因为我们院长非常喜欢挑战困难 我们清波书院的学子 助学就一直在受打击 早就已经放弃挣扎了 不过今年可不一定 我听说有个秦业的学子特别厉害 院长早就放下大话 要靠秦业来给我们打一场翻身仗了 是那个八岁的秦业 我也听说了 他最近还找院长提了 等这次考完就要转班 去学更深的学识 果然强 估计没两年就要去考童子科了 宗景成在旁边听他们一人一句的说 怎么都离不开秦业这个人 在清波书院的学子眼里 秦业就跟得就是主一样 这让宗景成十分嫉妒 这次就看我怎么把那个性秦的小子打败吧 你没见过 全牛的吧 先能上榜再说吧 还打败秦业 帮大话的小子 你以为你是秦业呢 我要跟你们拼了 我弟弟也很厉害 上次月考纸排在秦业后面是第二名 哼 那又怎么样 我们自愿联考的学子上千人 最终还是只有120人上榜 往年都是其他三个书院包揽 清波书院一个都上不了 秦业今年或许还能活一活 你就算了吧 你别拉我 我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四月联考的第一有多强 弟弟吹的牛越来越大了 不是 是越来越自信了 赶了赶了 跟个傻小子有什么可计较的 可恶 你们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给本公子邓大方眼看好了 今年我宗景臣必要考上第一名 偌大的学院里熙熙攘攘 谁也没把这句话听进去 倒是有人路过笑了 宗文修瞧着弟弟受挫的样子 忍不住想象 但幸好他忍住了 没关系的弟弟 我相信你 这次月考你一定能考得很好 至少肯定比上次要好 毕竟弟弟这个月的学习镜头实在太猛了 走进考场 狠狠打他们的脸 寺院联考是模拟童子科的答题时间 试卷内容比清博书院月考的提量少 但难度却大幅度提高 考的不只是背诵和翻译 更多的是看理解和运用 堪称一场小科技 好在宗景臣这个月练习的都是这 打起来也十分顺着 考完试还是满满的自信 书院里其他的学子就不一样 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出来 完了 今年估计又上不了榜了 题太难了 再这么虐下去 我可不敢去参加童子科了 免得自尊心受挫 其他人考的惨细细的 唯宗景臣考完最自信 这种别人都不行 就我能行的感觉实在太棒了 他心中升起了强烈的成就感 那个被吹成天才的秦业 就闪一边去吧 我宗少爷这次拿定第一了 别慌 咱家有钱 带他回府 让许婉还 我的玉佩不见了 什么玉佩啊 今日夫院来的外人太多 估计是找不到了 回去让许婉再给你买一个呗 反正那女人除了对我抠门以外 对其他人多大方 是我爹送给我娘的玉佩 当初祖母就是靠这块玉佩 才发现我们的存在的 我娘把它交给了我 是我没放好它 有没有人看到我的玉佩 它对我很重要 如果有人捡到了 能不能还给我 感谢金是一两银子 按规矩事物送还时 施主需要以事物四分之一的价钱 作为感谢金 一两银子 就是那块玉佩四分之一的价值 书院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一两银子对于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不少 但清波书院的数修偏贵 来这里读得起书的孩子都不差钱 更不会在意这一两银子 对不起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分子去帮他喊 就说感谢金五百两 工资 那块玉佩就值四两银子 您确定要花五百两 帮修工资找回来 对啊 你没看见他多快哭了吗 可是您现在只有五十两的私房钱 放他头上 找许碗药 希望夫人真能接受您这种规扯的算法 有了宗景城五百两的感谢金 书院里的学子就跟疯了一样炸火 原本急着回家的学子 家也不回了 连叫着接人的仆人一起进书院找 清波书院被轰动了 秦夜考完试就被院长叫走谈话 问他在这次寺院连考的发挥怎么样 他很不喜欢一切能打扰他学习的人 包括院长 所以随便恩了一句便车走的话题 顺便将要换班的事提了出来 直到院长同意后 这才让他感觉这一趟的时间没被浪费掉 结果刚从院长那边溢出来 就被兵荒马乱的学子们挤得差点出不去 这是在干什么 公子 是侯府的宗文修公子玉佩丢了 他的弟弟宗锦承玄商五百两让大家帮忙找 脑壳有包一样的神操作 又被人耽误了至少看三页书的时间 找到了 我找到了 五百两是我的了 是我的 是我的 是我的玉佩 那 那敢卸金 宗文修文言身体一震 他的玉佩之所以被找到 就是因为弟弟喊了五百两 大家才如此积极地帮他寻找 可是五百两 他没有 他到现在也才攒了一百多两 别慌 咱家有钱 带他回府 让徐婉还 府人真的会还吗 那可是五百两 府人一直在控制弟弟的花费 他自己更是从来没什么大的支出 徐婉听到让他还的话 简直要被气笑 但有外人在场 他也不好意思发作 只叫刘管家带十斤的孩子先去前厅 好啊你 宗大少爷就是豪气 找个价值四两银子的玉佩 你花五百两 请全书院的人去找 这座派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王孙贵族微服厨房呢 王孙贵族又没什么钱 只有首富才有钱 这小王八蛋这会儿怎么这么会抓重点 再首富那也是你祖母的娘家 又不是我们宗家 祖母是独女 银子还不多是我们宗家的 我可是宗家敌长孙 这钱都是要给我花的 这败家子发言 怎么交了三个月还是这样 对不起夫人 此事皆因我而起 这五百两我会出的 可以从我以后的月银中扣 这件事说起来你并没有错 一两银子的感谢金是律法规定 只是没有让围观者心动而已 但是 那也不能涨到五百两啊 宗锦成 你真当家里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嘛 那反正钱你得出 人家多在等着呢 你总不会让我们侯府失信于人吧 你搞出来的烂摊子 老娘凭什么给你收拾 谁让你现在是我娘 不是 我是佛 谁让你现在是我名义上的 反正你得管 这小子 又顶着那张单纯无害的脸 荼毒人 千万不要被小魔王给蛊惑了 这是不能起头 否则他还不天天想法子破坏我力的规矩 但是他叫我娘爱 忍住忍住 慈母多半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虚婉努力的让心态平和 没多久 狠心计母又上线了 我不管 这个女人 这个可恶的女人 她简直没有心 不过 石金者既然都在外面等着了 确实不好给人家赖账 但是 账房那边我又说不过去 这样吧 看在你是我儿子的份上 这笔银子我可以帮你垫付上 之后就从你月银里扣 你的月银高 十个月就扣回来了 谁是你儿子 你意上的 小魔王瞪他 然后继续想他方才说的办法 倒是可行 他还十个月 可比宗文修还近两年快多了 我这里也有一百两 可以先还给夫人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或是你闯的 凭什么让文修跟你一起承担责任 可我那是为了帮他找玉佩 严谨点说 确实是在为文修找玉佩 玉佩的感谢金是一两 文修这钱确实该你出 是该我出没错 但是一两银子 这不得气死弟弟 就他奶奶的 知道没这么容易的事 四百九十九两和五百两 有什么区别 怎么没区别了 你忘记你亲自去街上问的粮食 多少钱一斤了 武文一两银子可够买 还还还 本公子还还不行吗 行 还算你有担当 寺院联考 竟然要七天才出成绩 效率怎么这么差 就这其他三个书院 也好意思 考得比清波书院好 宗景成不懂几个书院 是怎么划分的强弱 但从初卷考成绩的时间来看 另外三个书院不怎么样吗 这样一想他更自信了 什么清波书院的第一 我要当寺院联考的第一 一日 公子咱们该去书房读书了 哎呀别吵 我在废话 多一个月没睡好觉了 可是咱们还得去书房学习呢 您忘记能剩下的四百四十九两了吗 顺子无奈了 但好在徐婉也没派人来催 她也只好做个不惹主子 嫌的好文态 百里希说得很对 一时的兴起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宗景成奔着要考过秦业 这才发愤图强狠狠读了一个月的书 在参加完月考后 非常自信地觉得自己能赢对方后 便又开始摆烂了 近晨五十分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消息 说是十八公主来了 顺子一听呆了 公主驾龄侯府 肯定有大事 不行 得先去把小祖宗喊起来 什么十八公主 我又不认识她 再说她也没点名要见我 说不定是来找徐婉茶的呢 十八公主是皇上最疼爱的女儿 太子最疼爱的妹妹 她要是真找夫人的茶 咱们侯府绝对要出事 宗景成虽说混蛋 她也不喜欢徐婉 但徐婉代表的毕竟是侯府 要是祖母不在的时候 她在侯府得罪了公主 那可就惨了 十八公主来我们府上干嘛 十八公主的兄长 毕竟是太子殿下 殿下又喜欢您 不应该 不对 十八公主的母妃是宅夫人的姐姐 宅夫人是十八公主的亲义母 是为了宅药的事来的 要是她真闹起来 我们就去东宫找太子 可是太子身体不好 因为宅药仪式去求见太子的人 都被太子妃去见了 那怎么能一样 太子最喜欢我 又不喜欢宅家的人 你不是说十八公主 八成是为了宅药来找茶的吗 他们在笑什么 是是十八公主没错啊 但是怎么成这样了 十八公主昭荣最开始 确实是为了宅药而来 宅夫人跟她说了宅药的惨状 太子哥哥的偏心 侯府的嚣张 她就被骗了过来 只高气扬地要徐婉去求太子放人 而最懂看人心的徐婉 一眼就明白十八公主被人当枪使了 于是她便将宅药仪式 原原本本地点一遍 昭荣听到最后直夸太子哥哥处罚道 两人从宅家聊到了太子 从侯府聊到了宫里 越聊越投机就聊成姐妹了 这就是你那个不听话的妓子 看着是不太行 我恨这种说人坏话 不背着人的女人 哟 她还会动我 果然是混世小魔王 难道太子哥哥就喜欢这样的小孩 怪不得她最疼我 怎么嘲笑人嘲笑着开始自黑起来了 不过我这一趟真不能白来 姨母日日来我宫中哭诉 说小药最近频频发烧感染 风寒也一直未愈 我也担心她在平民窟里出个什么事 我明白 过会我就亲自去东宫求见殿下 请她结束对宅药的惩罚 太子殿下是罚她以后 就养在平民窟 干嘛让她回来 她踢赵爷爷的样子 难道你忘记了吗 宅药有错 却罪不致死 有这么严重吗 金哲之前比她受的伤严重多了 也没到宅药这样 要死要活的地步 金哲和宅药从小生存的环境不同 她的适应能力比宅药强 而太子殿下严格管控了平民窟 宅药那边能用的药材更没有我们送给金哲的好 再这么拖下去 她怕会有性命之忧 宅药要是真死了 你觉得是件小事吗 一个活生生的人永远消失在这世上 亲人们一个比一个痛苦 宗景城想了想 好像真死了就太严重了 那就这么放出来吗 也不知道她改好了没有 要是还那个样子 我可不想她继续害人 那就看太子殿下后续怎么处置她了 我们只管把自己该做的做到位 剩下的看天命 那你去吧 我可不去 也没指着你去 切身许事 见过太子妃娘娘 娘娘尽安 免礼吧 来人给宗夫人赐座 谢娘娘 许婉坐下后 便将十八公主入府 为宅药求情仪式 源源本本地说了出来 最后也带出了自己的请求 希望太子殿下能放宅药出来 你当时聪明 知道来见本宫 之前不论是谁 为了宅药的事求见殿下 都被殿下推了 竟然不是如外界传的那样 而是太子本人推的 这位太子妃娘娘真是好度量 闷不吭声 替太子顶了一堆骂名 看起来还甘之如頤 太子殿下对贫民窟了解甚少 也没有预料到 宅药在那边会无法生存 本宫晚些会跟他说说情况 想来以殿上的软心肠 也会同意 将宅药那孩子接回来的 那就多谢太子妃娘娘了 本宫听说你近日配合百里系 立即将锦城的学业提升得飞快 可是辛苦了 当然辛苦了 带小魔王那样的皮小子 比带十个文修还累 这都是妾身该做的 你总这样说 对了 锦城生辰是什么时候 六月十六 哦 那就十八月底怀上的 锦城的亲生母亲 你知道是谁吗 徐婉心中咯噔一声 再不想明白也明白了 那日太子表现得对锦城尤其喜欢 又说抱过刚出生的锦城 太容易让人产生物件 太子妃也果然开始多想了 妾身对锦城生母也一无所知 只知道夫君自八年前将她抱回侯府后 便让公爹给上了嫡长孙的宗谱 再具体的可能就得问公爹了 涉及到太子 徐婉朝着这个方向连想都不敢想 太子妃沉默了几秒 到底没有再继续问 娘娘 妾身家中还有事 就不留下讨扰您了 回吧 月底太子在秋阳山举办围练 届时你可带锦城他们过来玩 是 多谢娘娘 回到侯府 锦城在书房吗 小公子出府玩去了 死活就是不肯读书 这个浑蛋的臭小子 他去哪里玩了 又去找金哲了吗 去了兵部尚书府 何征公子家 何征 好耳熟 四小玩虎之一 好吧 玄智的心终于死了 来吧 跟我讲讲这位何征 又是如何混蛋的 何征 九岁 兵部尚书第三子 一初 曾因翻上书府的墙 而摔断胳膊 因翻书院的墙 而第二次摔断胳膊 因翻练五场的墙 而第三次摔断胳膊 因翻 停停停 他是个尚书府的嫡子 不是武行恋杂耍的 这么金贵的身份 天天摔断胳膊 他那胳膊还能要吗 胳膊摔断后就会变得脆弱 再受刺激就很容易 第二次摔断 这是正常的 徐婉忍不住 替何征的爹娘头痛 养这么个把自己 往死里玩的孩子 没心脏病都得吓出来 那他为什么天天翻墙啊 有翻墙匹吗他 何征公子酷爱读书 但是何尚书家世代都是武将 家中敌数子全在习武 事宜也逼着何尚公子 弃文从武 那何尚书是个将种吗 儿子不喜欢武 那就让他学文呗 一家子全是武夫就好看了吗 因为何尚书被文官弹劾过 对文官十分厌恶 还声称这个家里 谁敢偷偷去文院 就把腿打断 那腿打断了吗 本来是要打断的 何征的母亲扑上去不让打 就谁好好的 这何征的子不叫 还真是何尚书的复制过 那锦成他去尚书府 该不会是要帮何征翻墙吧 快快快 背马马上去兵部尚书府 别去晚了腿保不住了 徐婉求见兵部尚书夫人 被侍从领着进院子的路上 翠柳眼尖地看见了某个身影 她向徐婉指了指角落的方向 徐婉定睛一看 三魂差点散了两魂 进一丈高的围墙下面 跟蝶罗汉似的落着十来个凳子 凳子们在风中摇曳 随时一副要倾倒的样子 而他家小魔王 正扶着另一个小崽子 往罗汉凳上爬 这个安全度他俩叠书出墙 只怕当场就得从罗汉凳上摔下来 何征断了不知道 多少回的胳膊更是岌岌可畏 翠柳 快把他们救下来 是 啊 你是谁啊 放开我 放我下来 赶快本公子的好事 你是不是想被我打断腿啊 你们真不愧是亲父子 恐吓人都用的同一句话 徐婉盯着小魔王身后 站着的顺子和不言 一个惊恐害怕 一个没有表情 想来是被小魔王交代了 不能多管闲事 所以才都没敢插手 老夫人走之前交代过 小魔王在的时候听小魔王的 徐婉在的时候听徐婉的 不言 看好景城 不言 你要造反吗 我才是你的主子 你干什么听他的 征公子又想翻墙跑了 快去通知夫人 劳烦给你家尚书夫人说一声 锦城家里还有文章要写 改日再来找你们公子玩 公子 锦城快回来 这是别人的家务事 改不改 还敢不敢再偷偷翻墙出去读书了 不改 死也不改 你就打死我 我也要读书 我就是不要学武 宗锦城赶到的时候 正听见了这句话 他那个天天想翻墙的兄弟 身上宁死不屈的精神 却震撼到他 即使是有那样一个不讲理的父亲 他也还是那么勇敢而坚定地 说出自己的喜爱 现在的和尚书年轻力壮武功好 把和征调起来打都不费劲 可靠武力征服对方哪里是长久之计 和征是著名的四小顽固之一 这小子要是教育不好 长大了绝对是会暴打老子的存在 许婉看过去时 没露过和征眼里一闪而过的恨意 打 给我狠狠地打 打到他福为止 这种不孝子 老子就是养条狗都比他听话 尚书大人且慢 和征小公子好像被腾晕过去了 我在救你啊孩子 能不能配合点 你是什么人 老爷 这位是远阳侯府小侯爷的夫人 原来是远阳侯府的宗夫人 给夫人和公子看作 全子顽劣忤逆 缺乏教训 刚好请两位看看 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丢人 你这父亲当的可真是毒 故意把孩子的面子往地上摩擦 尚书大人何苦 对一个孩子要求这么严格 若他喜欢读书 便让他去读便可 我夫君也曾中文武双状元 并未耽误了习武的进程 对啊 我爹学习可厉害了 宗照 何尚书也很欣赏宗教的武功 但学识就算了吧 要不是他去考了科举 进了汉林 本会被那群老家伙教得张嘴闭口 就是忠孝替性的一连耻 但当着人家夫人和儿子的面 何尚书没好意思说出 他对宗教读书的不信 骂人不骂断 正儿 天哪 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来人 快去请府衣过来 何真被送进屋里 让府衣看伤口 何夫人本来心急着跟进去 婢女将方才的情况都告诉了 何夫人这才停住脚步 宗夫人方才多谢你开口阻拦 否则正儿不知又要多挨上几板子了 应该的 我就算没有做过母亲 也知母亲最是心疼孩子的 何真小公子和他父亲这种相处模式 是有问题的 夫人还是尽早想想破局的办法吧 妹妹 我有个不情之情 何夫人神情一动 上前拉着她的手 有些过于热情许婉下意识抽手 后退了一步 这场景太像当初老夫人 把小魔王托付给她的妹妹 夫人请说 是这样的 你也看到了 我家老爷对远洋侯府是极为喜欢的 也想让正儿跟你家孩子一起习武 我想着俩孩子在一起玩着玩着 说不定就对习武感兴趣了 不知道能不能让他跟锦城搭个伴 不瞒夫人 锦城其实没有习武 怎会 你家也是带都是武将 老侯爷更是功勋卓著 难道是锦城也不爱习武爱读书 他爱读书个鬼 他啥都不爱学就爱玩 是老侯爷不允许 我家二叔战死 我夫君也失踪多年 老人家年纪大了 承受不了孙儿在出世的打击 我家老爷能懂 何至于跟真儿闹成这样 我家已经有太多孩子在习武了 根本不差真儿一个啊 妹妹 我觉得真儿还是去你家跟锦城一起玩比较好 也省得他天天在翻墙跑出去 锦城还要在家读书 要是何真也跟着一起读 你家老爷会发疯的 锦城在读书 是啊 锦城近日对读书也来了兴趣 日日在家苦读 每个月还要去书院参加月考 追赶前面成绩更好的同窗 物理府一要给何真上药 宗锦城没待多久就出来了 结果一出来就听见那女人在跟人说她有多喜欢读书 我不会再去读书了 一夜都不会再读 什么追赶同窗 他们还用我追赶吗 全是手下败将 四月联考的成绩还没出 你可能连榜单都上不了 盲目自信的小鬼 不可能 这次四月联考的第一名 一定是我 肯定不是你 只那个秦夜你就考不过 胡夫 我这次肯定能把秦夜踢下去 呵呵呵 没希望的 我劝你从现在就挑灯夜读 别等到过几天没考过再去学习 白白浪费了几天的追赶时间 不可能 我不学 我根本不需要再学 宗锦城跟徐婉争得面红而视 嘴里讨论的全是读书相关的内容 和夫人插不进去嘴 也没办法让自家儿子硬塞去猴腹 只得暂时做梦 而宗锦城的行为和实际非常相符 她说不去读书就不去 只想着等过几天去看自己考第一的结果就行 可是这一晚 她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脑子里想的要么是何征对读书的那份渴望的执着 要么是徐婉斩钉截铁的说她不可能考得过秦夜 小魔王是多么自信的一个人啊 怎么可能接受这种笃钉的假设 但徐婉说的话好像都挺对的 她很少有料出错的时候 她肯定出错了 我中大少爷怎么可能会敷给别人 还是敷给那个没一点礼貌 冷冰冰 没有人情味的秦夜 不可能 我绝不可能敷的 失眠的宗锦城 眼见着外面的天色已经开始灰蒙蒙的 竟然都快天亮了 小公子这么早就起 睡不着 出去逛逛 清晨的空气特别清新 此时的侯府寂静无比 也黑暗无比 只一处有亮光 那是 是修公子的房间 她应当是已经起床在读书了 夫呆子 就会读夫 宗锦城第一次见到最早的出城大街 看什么都是新奇的 看着那些小贩们还在为自己的生计而筹备奔走 心里又好像不断在被什么触动着 他们都有自己努力的目标 嗯 那我的目标是什么 不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没有夫人那么能说会道 更没有顺子那样会对症下药的安慰小公子 但是她看到了小公子的身后 小魔王转身 看见了一家府邸的牌匾 秦府 说起宗锦城最讨厌的人 徐婉要说牌第一 那第二就一定是那个姓秦的 小魔王没想到 一大早跑出来都能看见这个姓 平静治愈的心情瞬间被打破了 哼 还真是他 这不是秦夜家吧 好像是他家 秦夜这小子真懒 这个点多没起床独夫 公子今天是休息日 那又怎么样 宗文修多起床独夫了 就秦夜还在赖床 哼 就他还想跟本公子真第一 等不了多久 要被人踩踩踩踩踩踩 看不懂这幼稚的操作 公子 我看见秦府有个方向是亮着的 那 你您的身高 看不见实属正常 不言将小魔王拖到了自己的肩头 宗锦城的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起来 他往里面一瞅 可不就是有间屋子亮着 往前再走走 小魔王扒着墙头往一瞅 视线还是有点模糊 于是他踩着不言的肩头 直接往墙头上一扑 整个人像个小壁虎一样挂在围墙上 许是这动静太大 下面亮灯的房间突然拉开了窗 露出了一双急冷的眼 是秦夜 还真是他 秦夜不知道有没有认识宗锦城 但见窗外有打扰他读书的音 当即啪的一声把窗户关上 声音大的在围墙外都能听见 宗锦城依稀气的那人在关窗前 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掀开正读在某一页 而不是做做样子 不知道怎么了 只觉得浑身不舒服 想起休暮日的这个清晨 宗文修在读书赶进 秦夜也在读书 秦夜都已经是第一了 还赶什么进度 肯定是觉得第一要被我抢走了 所以才开始拼死拼活的追赶我 小公子的话 千万别当真 千万别细品 回去的路上宗锦城喋喋不休 自言自语 可他是怎么知道我会超过他的 难道上次他就看出我有超过他的前置了 还是他有偷偷来侯府调查过 我这个月在努力读书 反正不管怎么说 他都有在关注我 正常换谁碰见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对手 都会有危机感的 他半夜不睡觉又搞什么 小公子就去街上转了转 然后又路过了秦府 听说还趴在人家墙头上看了一会儿 蛤 秦府 秦夜家 他趴人家墙头干什么 听顺子说 小公子是觉得秦夜在偷偷学习 为的就是要追赶成公子 徐婉嘴角抽搐 又是被小魔王迷之自信无语到的一天 秦夜是个天赋和努力都很强的孩子 他怎么可能为了超过锦城那个懒蛋而努力 要我说 人家现在可能都不知道他宗锦城是哪号人物 自恋的小鬼 夫人 那您看咱们要不要给秦府发布邀请函 邀请秦夜公子来咱们府里陪小公子读一天的书 你想让秦夜拒绝邀请 让锦城知道人家压根不认识他吗 别错错小公子的锐气了 不然他总是不肯读书 算了吧 秦夜读书挺用功的 还是别去打扰人家了 反正出结果也没几天了 夫人好像很喜欢秦家这位小公子 是啊 努力的孩子谁会不喜欢呢 也是 夫人对秦公子也很喜欢 其实我也很喜欢锦城的 但是要压制住对他的喜欢 忽然让这小子感受到了 还不要得意的翻了天了 那倒是夫人高见 徐婉去前厅吃饭的时候 只见了宗文修却不见宗锦城 这小子终于困了 公子今日还是精神 怎么都睡不着 是服役 怕他把身体熬坏了 就去给他扎了两针 扎两针就能让他快速入眠了 是的 好医术 患子竟在什么时辰了 刚刚害时 夫人院里的灯都熄了 他睡得可真早 宗文修睡了没有 没啊 修公子都是此时以后才睡 啊 睡这么晚 起这么早 他不难受吗 修公子自从回侯府后 日日都是这个作息 宗锦城听罢又想起 清晨在秦府院墙外看到的那样 秦业此时会不会也跟宗文修一样 在挑灯业 一想到这 宗锦城就浑身不舒服 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舒服 分子 你说他得多久 能赶上秦业的进度 你就说实话 奴才觉得 修公子多久 也追不上秦业的进度 你说什么 你怎么在这里 长贪人之气 灭自己威风 你到底是谁家的人啊 是您让奴才说实话的啊 怎么会赶不上呢 宗文修可比秦业还大两岁呢 读书这事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有的人十几岁就能中举 有的人八十岁了还是童生 童生是什么 就是比举人再差两个等级的称呼 也是科举考试中最低的等级 那宗文修这么努力 也超不过秦业 秦业公子也很努力 中文修毒妇 为了是以后有很多路走 那秦业是为什么 他不是家里嫡子吗 他爹年纪还轻 现在正无品的官也不算太低 有可能是想紫成副业吧 秦业两岁的时候 他父亲才考上状元狼 想逼幼时也常见自己的父亲 在寒窗苦读 紫成副业 我爹可是十五岁 就考取了文武方状元 比秦业他爹厉害多了 后来能跟秦业一针 撞入狼位置的人 只有我了 这个家没有我实在不行 修哥 救我 哥 我亲哥 救救我 小公子学到此时就困了 坐在了书房里间的小踏上 徐婉瞧着满屋子的书被乱扔一起 地上还有洒的墨迹 可见读书者的暴躁 徐婉捡起一本看了下内容 是一些比较尖色难读的书 没有提前让人给做的同音标注 以小魔王的实质量来看 估计一堆不认识的 怪不得越学越烦 去叫人将这屋里的书都做上同音标注吧 还有一本 也都翻译完了带来书房 在原书和一本的书页都写上序号 方便景城查找 全部嘛 这些都是想侯爷的书 想侯爷的东西 从来都不让人乱碰的 做个标注而已 他若介意 届时再给他买新书 再去请两位今年的举人 进府来辅佐景城读书 举人 那可是有做官资格的 就连最好的汉林书院都请不到几个举人夫子 你要两个 还都得是今年的 寻常人自然请不到 但我们可以啊 远扬侯府的超能力不是虚的 徐婉一月营一百两 为期三年 招两位侯府四人夫子 很快就有三五个举人上门应聘 徐婉看着几份履历 觉得还是请百里夫子帮忙看 大书房里 讲完课的百里希正闭上 眼祥假妹一会儿 而原本该好好默写文章的小魔王 一手提着毛笔 一边捏手捏脚地朝他走过去 这个小混蛋他想干什么 那可是他的夫子 更是他父亲的授业恩师 宗景成 百里希被这声大喊下的一个机灵 结果一睁眼就看见宗景成 正骑着红笔站在面前 锦冲 你拿着笔来做什么 没有啊 您看错了吧 我就是过来问您问题的 小魔王狠狠地弯了徐婉一眼 这女人又怀她好事 这臭小子还好意思瞪我 丝毫不知悔改 翠柳拿手把来 一听这话 别说小魔王吓了一条 就连宗文修和百里希都吓得不轻 宗文修从没见徐婉发过这么大脾气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莫写文章根本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弟弟手里拿的笔试做什么用的 误会误会 你不要诬蔑我 我只是过来问夫子问题 夫人 算了算了 小孩子皮一点很正常 这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为 如果不是我刚刚喊了一声 宗景成红色的墨汁就要涂到您胡子上了 百里希想了想自己的胡子 要是突然被涂成红色 百里希闭嘴了 手伸出来 你要是敢打我 我主母一定会非常非常生气的回来 撤了你的管家钥匙 把你轰出猴府 那就试试看吧 翠柳打他三手板 分子不言救我 门外的顺子不言被翠之拦着不许进来 文修哥 救我 哥 我听哥 就救我 小魔王大招都驶出来了 直接喊宗文修亲哥 试图唤醒这个府里 现在跟他唯一有亲情扭带的 宗文修当即被亲情冲昏头脑 弟弟呀 我来救你 眼见着就地转要上 恶毒继母王救人者面前一战 想着许婉的救母之恩 弟弟呀 我下回再救你 宗景成叫天天不应 叫弟的孤灵 手被翠柳一只手给抓住 而他的右手正拿着手板过来 你别用右手打啊 用左手 咱俩又没有什么深仇大分 等我长大后的侯府 可是我管家的 你就不怕得罪 啊 你真打啊 太用力了 就不能轻一点放放回吗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捉弄夫子了 后上说知错就改 还是好孩子 要给改正的机会 啊 许婉 我跟你事不两立 等我长了侯府 一定要把你轰去别装 让你天天见不着人 只能等文字咬你 只能听青蛙呱呱 只能看 啊 打版结束 小魔王看着红彤彤的掌心 哭嚎着跌坐在地上 小子 你想把我赶出侯府 那就最好快点强大起来 不然就你这若机样 再敢对夫子不尽 就不止三手板了 你给我等着 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到七老八十 不言 抱我回去 我才不想看见这个坏女人 是 抱什么抱 打的是手 又没打你腿 自己走回去 要你管啊 我 我墨写完了 我去找府衣给弟弟看守 夫人 夫子再见 夫人这回可是把锦程得罪狠了 我本来也一直在得罪她 只是从前没想着动手 但她顽劣的性子犯了 不打不长记性 也好 性的老侯爷和老夫人开明 否则你这母亲做的也不会舒服 程公子 这伤口不算太严重 只是有些红肿和血丝 敷几天的药就好了 这几日不要用手 多多休息 饮食上注意清淡 晚上不要熬夜 我只是手疼 怎么又要注意饮食 又要注意休息 你管得比徐婉还宽 这分明是正常的遗嘱啊 但眼下小魔王一肚子走 他也不敢顶嘴 还是宗文修示意他可以走啊 补一这才敢紧灵 药香跑路 小魔王手缠着白帮带 眼看着自己的手从红萝卜变成了白萝卜 跟个大棒出事了 徐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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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死他了 弟弟啊 别叫我弟弟 王我还把你当亲哥 结果你跟徐婉一伙 不帮我挡手板就放了 连兰多不然一下 对不起 我不能忤逆夫人 我 我 我下次 下次一定帮你挡 没有下次了 下次就是我打徐婉的手板 打夫人的手板 您是那颗菜吗 别最后被夫人吊起来打 公子 药已经煎好了 还要喝药啊 外夫内服一起用好的快 顺泽 你去拿些密件来 是 马上来 小魔王张开嘴 等着兄长喂他 宗文修也很耐心地 给小魔王喂完药 小魔王不是第一次被人喂药 但他已经好久 没有体验过这种感受 好几个月没见祖父祖母了 宗景成想到此处 就很想念他们 怎么了景成 是要太苦了吗 我再给你多拿点密件来 哥 你这次对不起我 我原谅你了 但你别再帮许婉欺负我了 许婉要你还他的琴 是陪我毒夫 没要求别的 好 以后我都帮你 真的吗 你没骗我 真的 我以后一定竭尽所能 保护你 很好 又被小魔王骗到一个 接下来的几天 小魔王并未在自己院里读书 而是宁愿让布言背着 也要去跟宗文修一起在大书房捕书 那个年胡敬一口一个鸽 叫得许婉鸡皮疙瘩都快掉一点 他以前韩老夫人也是这样 是啊 老夫人根本扛不住 只要小公子一张口 要什么给什么 事出反常必有妖 你多注意一下文修 防止景成在他身上打什么鬼主意 你是说陈公子可能是在利用 修公子想干些什么 不知道他想干嘛 但肯定没别好屁 看着他吧 有什么动静跟我说 是 没毛病啊 跟老夫人面前的样子一样 除了持续的时间有点长 不对 持续的时间有点长 今天就算自损一万 也要伤许婉八百 公子 荔枝已经洗好了 你跟布言去厨房 给我做一份葱花饼回来 要你俩一起做 我跟布言从来没有下过厨房 一起做个鬼 摆明了是指走我们 公子 这样不好吧 要是被夫人发现了 一定会害了修公子的 许婉要是发现了 我就主动认错 陈青不是他干的 最多就是再挨一顿打 我不会连累他的 这 您又何必呢 最后图挨一顿打 你别管 我今天就换自损一万 也要伤许婉八百 你跟布言快走 别在这爱我的事 哥 吃荔枝 是冰镇的 我要吃这盘大的 现在还是初夏 这两大冰镇的荔枝 我们要是全部吃完 容易肚子不舒服 分子拿错了 喝那份原本是要给 许婉送去的 我不想给他吃 就不想还回去 你问啥 怎么不劝我 别这么霸这荔枝啊 你张嘴啊 说话啊 然而小魔王内心 再怎么丰富也没用 宗文修现在一门心思 是帮着弟弟 不想开口惹弟弟不高兴 但宗文修不说 宗锦诚憋不住 这冰镇荔枝是他前几天 就让顺子准备好的坏荔枝 冰镇后的口感 没那么容易被察觉出来 等虚弯反应过来时 肯定能吃够拉肚子的量 哼 坏女人 敢打本少爷三手板 就等着我的报复吧 我想了想 还是犯了 给他送去吧 他虽然打了我 但也是我有错在先 我认了 弟弟 你长大了 我长大个屁 我就犯有错 他也不该为了这么点小事 打我的手板 小提大作 上纲上线 他根本就是逮到机会 就想做我而已 那你把荔枝给他送去吧 一会儿冰化了就不好了 你想让文修给我送什么东西 我亲自过来拿呀 陈公子这次太过分了 不仅想用坏荔枝来害夫人 还要让修公子送来 这森林是屁股要被打开花的节奏 不然是弟弟知道错了 也没有记您的仇 还让我把拿错的荔枝给您送过去 今年的荔枝都长得不错 我看这也有颗挺大的 挑出来给锦诚尝尝吧 好 我把这个挑出来 等会儿包给弟弟吃 别等会儿了 就现在包吧 我看着他吃 这女人 他是不是知道了 空气凝结 氛围紧张 物理精的连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宗锦诚眼睁睁地看着他哥把那个坏掉 最大的荔枝包好 送到了他嘴边 小魔王死活不肯张嘴 怎么不吃 嫌文修喂的不好 要不要我喂你 我不想吃那个荔枝 我不爱吃大的 不行吗 行啊 怎么不行 文修给他包个小的 对了 就只包要端给我的这盘 这话一出 别说小魔王明白了 就连宗文修也察觉出了不对定 这盘荔枝怎么了 问你伺候的好弟弟啊 对 这盘是我给你准备的坏荔枝 不能吃 坏荔枝 你想让夫人吃坏肚子 你对我不满也就罢了 为什么要文修替你送过去 你了解过他在府中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若我真出了事 你知道他会面临什么样的疯言疯语吗 你凶什么凶啊 这事是我要干的 我知道我给你送一只 你肯定不吃 所以才骗他去送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要打要罚随便你 别找他麻烦 你骗我 十岁的小少年身量比他高一些 但目光澄澈中带了一丝受伤 知道自己被弟弟利用后 有些接受不了 对不起夫人 我险陷害了您 您罚我吧 你只是因为泰老师才被骗了 不是你的错 回去吧 离这小子远一点 免得再被他骗 我 我不是 我没让你背黑锅的意思啊 你让他离我远一点干什么 他是我哥 又不是你哥 得了吧 就你这样利用人家 还好意思叫他哥 我听了都替你羞愧 你 宗锦诚 我知道你聪明 也知道你一肚子的鬼心眼 更知道你以前被惯坏了 没人告诉你这些 我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你伤害到文修了 我干嘛了 我没让他替我背锅啊 要我说多少便利 可是你利用了他 他把你当亲人 你却把他当成一个利用的工具 欺骗他做自己厌恶的事情 以此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我 我没有 人与人不同 在你看来 只是一件小小的恶作剧 在别人看来 可能是违背自己良心道德的大事 你读了几个月的圣贤书 已经不全是死记用备了 难道还不理解吗 宗锦诚不理解 或者说 他只觉得书是书 人是人 他习惯了肆意妄为 不考虑别人感受的做法 只要情绪上来了就要胡闹 根本不会在意别人会不会不高兴 他只要自己高兴就好 你说够了没有 要打就打 啰嗦什么 打 你现在倒是不怕挨打了 因为我意志坚定 心神强大 你只能打倒我的身体 打不垮我的思想 这些账 我都会一笔一笔记下来 你等着吧 我将来全要放回来 小子 今天我不打你 但你要学会承担后果 切 少装好人了 你在我这里喜不白 翠枝 我们走吧 公子 并做好了 你们两个想毒死谁啊 公子 我们两个都没进过厨房 这个好歹还熟了呢 别疯了 钟文修生气了 我去找他 钟锦诚挺的头 就要去钟文修院里 但他扑了个空 听闻钟文修在跪祠堂以后 气得直接跑了过去 祠堂里 钟文修跪在里面 看见弟弟生气的表情 他的心情也很复杂 夫人没有罚我 是我自己要来的 做了错事 就要承担责任 你做什么错事了 那个坏荔枝是我弄好 去坑石碗的 再疯 你也没钻过去呢 怎么就全来自己身上了 那只是因为夫人聪慧 及时察觉到了不对 才制止了后续的行为 而我 如果不是因为夫人来的及时 我就已经把那盘里枝端过去 会害得他生病 而这种见识下来 即便主谋是你 而我也是从犯 赤柜子手 什么柜子手 钟锦诚听得头都大 这不是专门负责杀人的吗 钟文修这样的比喻 对于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少爷来说 实在太难理解了 钟文修没有再继续解释 而是继续跪着 身体挺得笔直 那你要跪多久啊 一天一夜 那你睡觉怎么办 跪着也能睡着吗 既是赎罪 又怎能只想着让自己舒服 我不会睡的 你 我真是没见过 还有人自找着虐的 小魔王掉头就走了 钟文修要跪就跪吧 反正他才不跪 还一夜不睡 让他跪一白天也不行 怎么样了 小公子 修公子不愿意跟您出来吗 他出来个屁 玉府的夫呆子 毒夫毒傻了 金泽多比他机灵 那那怎么办 不知道 谁管他 可修公子到底是因为您才这样惩罚自己的 您真的要一走了之吗 不然呢 难道本公子 也要跟那个夫呆子一样 跪一天一夜的祠堂吗 我脑子被驴踢了 才会去跪 宗景成转头大步走 但是越走步子越小 越走速度越慢 最后蹲在了原地 宗景成扭头又跑了回去 气冲冲又进了祠堂 双膝直接朝葡团上跪去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个从饭和跪着手 多来跪了 我这个主谋 不要面子的吗 好吧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你跪到晚上就回去睡觉吧 祠堂夜里太凉 你回去我就回去 那叫顺子给你带被子过来吧 这个玉府的夫呆子 他就不会 愤破下驴 跟着我晚上一起走吗 宗文修没再跟他说话 跪了半个时辰 宗景成就已经跪不住 跪你无聊吗 你这几天叫我哥 也都是为了今日让我去送荔枝吗 我 小魔王没想过这个问题 以前找祖母撒娇的时候 也都是喊好祖母 世上最好的祖母 叫宗文修哥也是 确实是为了励志 毕竟真说起来 他只算自己堂哥 哪会这么轻轻热热的 只喊哥哥 但是看宗文修的表情 怎么感觉 比被虚婉拆穿阴谋 那会还受伤 还没等小魔王想明白 宗文修便不再问了 他心里似乎 已经默认了答案是什么 但他也不搭理小魔王了 宗景成开始难受了 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生我气了 可是我都陪他来跪祠堂了 他为什么还生我的气 还有没有天理了 宗景成歪着脑袋 想了一会儿 也没想明白为什么 到最后还是身体 帮他先做出了反 哥 你还生我气吗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什么 你叫我哥 是又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仿佛一个无声的巴掌 伸在脸上 宗景成是最要面子的 他气愤地挪着葡萄 他似是气不过 扭头瞥向宗文修又瞪了他一眼 却见那人还是不搭理他 我要是再跟他说一句话 我就是小王吧 然而没过一刻之 小魔王又挪着葡萄过去 跟想找存在感 似的故意撞了壮宗文修 一次不理就撞两次 你到底想做什么 哼 这可是他先跟我说话的 那就不算小王罢了 首先声明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真的 我就是前几天 被石碗打了手摆 成了气昏头了 才没想那么多 我也没想到 你会这么介意 哦不是 我是说 我没想到 你会这么难过 我要是知道 我肯定自己去送了 认错了 但又好像并未知错 想想要带这样的弟弟 都替夫人头疼 你这样报复夫人 真觉得不是自己的错吗 我 我有错啊 但是他还打我呢 他也有错 那之后你还捉弄夫子吗 我还敢吗 是不敢还是不想 你今天怎么非要打破 砂锅问到底 不敢跟不想有什么区别吗 不敢是惧怕惩罚 不想是尊师重道 当然不同 百里夫子这个年纪 本该已养天年了 可他还是甘愿入府 来教习我们两个 不收分文 他但经节律的付出 却换来你的捉怒 你觉得你对得起他吗 我 小魔王本是奔着强烈的好奇心 想去屠夫子的活子看看 他没想那么多 更没想过会伤夫子的心 被宗文秀一讲 他又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 现在还觉得你那三手板打得多吗 打手了 以后不要再想着害夫人了 他都是为了你好 知道了 你就只想跟我说这些吗 还有什么 你不跟我说说 让我以后别再骗你吗 那你还会骗我吗 你是我哥 我以后骗谁都不会骗你 宗文秀笑了 宗景成见他笑 自己也跟着笑 哥 这样跪着也太无聊了 不如我们背敷吧 这竟然是弟弟提出的建议 他这时候还能想起来背书 我难道就不能想想背书吗 虽然秦燕那个手下败将 肯定会敷给我 但是考状怨可是很难的 还是要努力多背背书的 确认了 还是那个自信的弟弟没错 那就从蒙球开始背吧 你应该学过这个了 我们再背诵复习一遍 夜里 宗文秀跪的还是那么笔直 嘴里无声地动着 像是在用诺贝文章来保持清醒 态度端正的仿佛卷王凯末 而小魔王已经倒在铺团上 不省人事了 自己的铺团不够帅 还要去挤宗文秀的 把人家挤得连一半的地都不省 许婉示意不言将小魔王抱回去 夫人 快起来吧 你这个执拗的性子 叫列祖列宗看见了 还以为我是个多狠心的大伯母 欺负你一个孩子 这些都是锦诚惹出来的锅 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 但也不要太放在心上 否则跟着这个小混蛋 你替他跪不完的祠堂 不会的夫人 锦诚刚刚已经答应我了 他以后不会再捉弄夫子 也不会再害您 更不会再骗我了 如此确实是最好不过了 但是以我对那个闯祸经的了解 这世上能闯的祸不止这三件 当然也别太悲观 起码这三件事还是很重要的 改了这三点 其他的就更容易了 是的 弟弟很聪明 很多东西一点就透 他就是嘴硬心软 嘴上说着难听的话 但是行动都是好的 要不然也不会来跟我一起跪祠堂 是啊 这种小孩让人爱恨交错 带起来相当费脑筋 夫人 我也想帮弟弟好好的走上正道 你已经在帮他了 今天的事 其实全是你的功劳 因为有你在 因为了解你的品性 因为知道你会影响到他 所以我才没有处罚他 走上正道并非全要动用武力 同行之人的影响力也很重要 是的 回去睡觉了 明日你们还要去书院 看寺院联讨的成绩 早上别睡过头了 弟弟好像很自信自己能考过秦业 何止呢 他不是还叫嚷着要考寺院第一吗 未来肯定有机会 那明天就看他会不会哭吧 其实锦承哭起来还蛮可爱的 小脸圆圆 梨花带雨的 可惜他不常哭 真令人遗憾 女人给的建议我才不听 他讲的肯定是错的 我学了一定吃亏上当 寺院联考的成绩是张贴在各自书院的 学晚一早就带着俩孩子过来清过书院 万一小魔王考砸了 又要砸人家学院的摊子 还得需要他来拉甲 建绑了建绑了 八岁那个班 有两个人上了寺院联考的榜单 那可是全京城的前120名了 寺院联考 第一竟然是我们轻波书院的 这也太牛了吧 八岁两人中榜 有一个还是寺院联考的第一 肯定是我 虽然秦业八成也进了榜单 但一定是侥幸尽的 而我宗景城 聪明刻苦 有天赋 只有我才拥有 缅压全京城三大名门 夫院学者们的能力 宗文修在一旁 犹豫要不要先给弟弟打预防针 免得到时候希望落空了难手 恭喜你啊 景城 你可是我们书远为二的希望 听说你才开始读书几个月 是怎么学这么快的 改日教教我们怎么读书啊 看他们来给自己倒行 宗景城瞬间觉得自己牛逼大法 实力强劲不可小觑 小事小事 我都是随便考考 现在也只是发挥出了 我不到一半的实力 虽然你们跟我之间的差距还不小 但只要好好读书 也不是不能赶上我一点点的 学子们面面相去 嘴角抽搐 再也不理他了 天就这么被撩死 他们怎么突然多走了 你这样跟他们说话 他们不生气才奇怪 我说的不对吗 他们就是没有我聪明啊 不然谁学习三个月 能考这么厉害 你说的也是对的 但是景城说话也是有技巧的 你看他们夸你 你是觉得开心的 但你呢 你让他们好好读书 却说只会赶上你的一点点 这换成谁听了都不会开心的 可我说的是实话啊 实话不好听 那我以后难道说谎话 说他们只要读三个月的书 就能变得跟我一样厉害 倒也不必如此 你可以把你的实话憋住 只说谢谢人家 然后祝别人下次也能考个好成绩就好了 没人要求你有问必答 你宗大少爷这个时候倒开始装乖了 说话也是门学问 一句话说不好可能就会损失掉一个很好的朋友 哪怕你的本意并不是在挖苦人家 坏女人给的建议我才不听 她讲的肯定是错的 我学了一定吃亏上当 锦诚 没想到你那么厉害 面对三个强院都能考这么好 谢谢 也祝你下次能中榜 可恶 我怎么学这么快 这样岂不是等于像许婉认夫了 谢你吉言 没想到你这么好相处啊 一点少爷架子都没有 看 他说我没架子 他们喜欢我 你优秀乖巧 有礼貌 大家都会很喜欢你的 那当然我跟秦叶可不一样 那小子整天一副高傲 欠扁的样子 肯定一个朋友都没有 宗文秀没有说话 他觉得秦叶应该是不想交朋友的 因为会觉得耽误独死 两人大步朝前走去 再次来到了榜单前 红艳艳的榜单比以前的更长了 每个人的成绩后面都还挂着各自书院的名字 两人一眼望过去全是齐刷刷的假 和齐刷刷的汉林书院 四个书院联考 能上榜的级别全是假 汉林书院真不愧是京城第一强院 要被我挨个踩在脚下 当店脚时 东景城拽着宗文秀直奔榜鼠的位置 但围着的学子太多了 听说清波书院的人拿得低 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跑过来看热闹 不言 抱我起来看 四院联考排名成绩如下 第一名 下 清波书院 秦叶东景城 如遭雷轰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四院联考的第一不是我的吗 刚刚还那么多跟我道习 怎么就成秦叶了 肯定不对 我肯定也考得很好 不然他们多来给我道习干嘛 宗景城重新振作起来 继续往下看排名 结果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汉林书院 看得他想打压 刚刚还以为这些人都是他的垫脚石 结果一直看不到自己的脸子 这个垫脚石都变成了压绅士 沉重的都快把他腰板压不住了 不言 往左边挪挪 我们找下一列 再往左挪挪 再找下一列 宗景城终于找到了他的排名 第一百二十名 假 清波书院 宗景城榜单总共就只有一百二十名 而他就是那个第一百二十名 带着清波书院的名字 孤零零的在绑尾位置 寺院联考的倒数第一名 小魔王错愕不已 逐渐暴躁 开始愤怒 极度不服 怒气横生 准备发放 不言 放我下来 什么破书院 本公子再也不要来了 那些人还给我倒洗 倒什么洗 倒个锤子的洗 一个倒鼠第一 有什么好倒洗的 夫人 弟弟要走了 意料之中 走吧 我们也回去 夫人不担心吗 弟弟说再也不想来书院了 他这种话又没少说 跟狼来了有什么区别 说的也有道理 哥 我考的太差了 小魔王大概从没受过这种挫折 那么努力的做好一件事 也那么自信的觉得做好 但实际的结果就是这样不如人意 你考的不差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跟你倒洗呢 你看 我比你读书的时间长那么多 还不是连榜单都没有上 那你不难过吗 难过肯定会难过啊 不止难过 还有失落 可是我知道 即便我已经很努力了 但到底读书时间没人加长 怎么可能用大半年的时间 就赶上别人五六年的学习呢 如果进度那么好追赶 那你说他们读这么多年书的意义是什么 宗景成顺着他的思路去想 好像也是 要是自己读个五六年的书 被一个只读几个月的人超过 那他估计这辈子都不想再碰书了 小魔王很快就被安慰好了 但他还是不开心 那个汉林书院好烦人 我在榜单找的多快要累死了 全是他们书院的学子 一个个多压我头上 这个我知道 汉林书院毕竟是京城最强书院嘛 等着吧 本少爷下一次联考 就要狠狠地把他们踩在脚下 换我踩踩踩踩踩踩他们 没错 按你这学习速度 下次肯定能把他们都踩踩 孩子们 既然如此好奇汉林书院 你们不想看看他们平时学习的氛围吗 宗家俩兄弟一个是没见过世面 一个见过的都是歪世面 清波书院是他们接触到属为一家书院 他们以为所有的书院都是这样 这个书院在最开始时 宗景成就听徐婉讲的 这会儿他用超强的记忆力来给宫林书院 汉林书院分为南院和北院 南院砸前进北院考进去 咱们每一届的状怨狼都出自汉林北院 所以才有了 进了汉林等于一脚迈进了仕途的说法 但我要纠正一点啊 我爹可不是这的 他是百里夫子教出来的 那我们也争取成为下一个 非汉林北院出来的状怨狼 君子所见略同 我爹可不是这种